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讲座 在我们这个系列讲座中 我们将继续探讨前半部的 抱歉,这是第一部分的排层器内容 好,那在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我们的排层的目标 以及说如何去衡量排层器对于整体系统的影响 此外呢,我们也利用了系统工具 例如说PURF来测量排层的成本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在排层来讲话 其实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排层的时候分配给若干的CPU 或者是说固定在一个处理器盒上面 这样的话呢,中间的落差 以这台机器来说的话呢 这台机器是这个规格 就是它有两组NUMA 那两个Socket里面有28核 那28核每个又有4Way SMT 所以总共算起来是224核 好,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在这个224核里面呢 去做排层就非常有趣了 你可以看到说呢 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任务固定在其中一核的话呢 这个每个单位的每次操作的时间呢 可以降到大约是11.59秒 那如果说呢,我们今天是分配给这个224核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呢 在排层成本呢,它会在21.16 那当然这个测量方式不能算严谨 那我们之后要讲更细致的部分 但是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排层器并不是只是挑出息 下一个任务这么单纯 我们事实上是要考虑到整体的公平 整体的这样种 个别硬体资源的分配 再来是呢,你还要依据设定目标 例如说呢,你的目标里面呢 包含说所谓的排层 或者是系统的这种scibility 这些都是我们在排层器设计中 必须要考虑的议题 那再来是说呢 我们在之前也探讨了像contact switch 甚至呢,以80386 还有后续的硬体作为介绍标的 这过程中的话,我们大概了解说 这个排层器的目标 我们希望说整体的突破 就是所谓的吞吐量可以去提升 那此外呢,我也希望排层器的延迟时间 可以降低 但是要提高吞吐量跟降低延迟 很多时候呢,还是拉锯 好,那我们要知道就是 为了要满足这个不同的需求 其实往往呢,排层器 虽然看起来呢 概念上是一个 但是实际上的话,它可以有不同的 不同的我们所谓叫scheduling class 去切换它的行为 再来甚至说呢,以预设的排层器来讲 就是CFS CFS的话呢,你有非常多的主态 在编译时期,在执行时期都有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会了解到一些很特别的情境 像是针对进阶电影管理 所提出的ES 再来呢 第一部分中呢 我们就带着大家探讨 这些 这些 相关的背景知识 那再接着来在第二部分 以及 在更后续的第三部分的话 我们就真正会看到这些 呃,程式嘛 好,那么前面有提到呢 就是说呢 呃,从Linus核心2.2开始 资源若干的 呃,scheduling classes 那支援这个scheduling classes 最主要就是为要满足 呃,padsis的规范 好,那我们注意到这个padsis 好,像这个padsis的规范呢 你可以留意到 就是说 呃,其实不只是 reo time排成而已 那不然说 像pid的设计呢 其实都是为要满足 好,那特别注意到这个部分 在padsis的规范里面呢 呃,这里 好,就是2.2的时候 2.2核心的时候呢 引入这个叫scheduling classes 好,那呢 当时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支援 呃,reo time 跟非reo time 那最初呢 Linux核心最初的设计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 呃,非常单纯的 就是它的概念就是 呃,Ron Robin 然后呢 我反正每隔一段时间呢 我就看说 呃,我的 有没有更重要 更优先权更高的任务 要去执行 但是呢 这样的话呢 呃,在 标准的相容 是不足的 因为在padsis的规范呢 其实它有很明确的指出呢 呃 呃,像是 呃,Ron Robin 还有FIFA 这种first in,first out 这种这种 呃,机制 好,然后呢 在这上面来讲的话 依据padsis规范呢 你至少呢 要有支援32个 呃 32个 优先权 好 然后 高优先权动物 应该要能够抢占 低优先权动物 那如果说呢 一个系统呢 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 特性的话 我们就称为叫做 这件事叫做 pre-entable 就是 呃 pre-ent是抢占 这是动词 好 那如果说你的系统呢 具备这样的能力 好 我们这件事叫做 pre-entable 好 然后如果说呢 你的排程器本身呢 在这个排程的设计 以及实作来讲话呢 允许 高优先权任务 对低优先权的任务的抢占 而且呢 你还要考虑到系统很多层 层级的问题 好 所以当我们讲 高优先权任务抢占 低优先权 听起来好像天经地义 但做起来非常困难 你想一件事哦 假设呢 今天已经持有一个 Luck 好 那低优先权任务 已经持有Luck 那高优先权任务呢 其实他必须要等待共享资源的释放 那偏偏呢 如果这个共享资源呢 是由这个低优先权任务所持有的话 这个其实这件事呢 不是容易的事情 那Luck 为了这些 语意上跟实作上的这种考量呢 其实改了非常多次 好 那不过呢 我们这边还是用很单纯的方式去理解 就是刚刚提到 在2.2的时代呢 其实已经有这个 RioTime 这一项 scheduling classes的资源 那其中的最主要就是LongRobin 跟FIFA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对应的程式码 就是会有几个部分 在TestTrack里面呢 它其实有规范 注意到这RT开头 就是为了要 满足RioTime的要求 那此外呢 事实上系统呢 可以有好几个RioTime Class 好 那我们提到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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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就是一个系统分析的框架 那总之呢 这是对系统来讲非常关键的事情 这个要称为叫STOP 那就是 为什么它叫STOP呢 因为它必须非常优先 就是就像你想要救救护车 所有人都该停下来 所以可以把它想到 这个就像救护车 好 那在救护车这么强的以外呢 那最强的话就是Dainline 就是CPU要尽可能为了这种 这种即时的需求 你不要把Riotan跟那个Dainline搞错了 Dainline是说呢 它最主要符合的是这个EDF Earliest Dayline First 也就是设计一个Dainline 那这个EDF呢 我想大家读过中学 在台湾读过中学就很熟悉了 你如何把考试考好呢 其实你必须这样 除了上课要听课回家要认证读以外 要有个策略 对吧 比方说下午要考试的话呢 早上刚好是音乐课 你可能可以牺牲 注意到 就是 我不说这些是对的 但是就是 如果你的时间分配有困难的话 那有些课就是被牺牲 那可能就是音乐课 对吧 那最后这是价值观的问题 好 总之 这种涉及到牺牲 以牺牲某些资源 以确保 最关键的乐固 能够在 时间范围内完成 这样的演出来叫EDF 所以Linus核心为了要能够支援这个Dainline 在Linus核心3.14的时候加入这个机制 那我们讲的这个Linus 是讲什么 是讲他的排程演算法 你也注意到这个排程演算法并没有 并没有Dainline的概念 对吧 我们讲这个Long Robin 对吧 就是他最主要就是贴若干的Tan Stiles 或者Tan Quentin 就是不同的间隔 那FIFA的话就是说 First In,First Up 对吧 或是First Come,First So 对吧 他其实他本质上没有这个Dainline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Dainline不能排在这个LioTan 因为他的属性是不一样的 那再来呢 才是这个像CFS 这种预设的 预设的这个 我称叫Fair 巴胺说Linus核心在内 我们在第一个部分已经有看过 一部分程式码 那这个东西就是Fair 在这个对应的Linus核心的程式码 就是Fair Daxi 好 那此外呢 为了要能够去处理 电源管理 或是 我们之后会探讨的那种CPU IDLE的机制 其实会有个东西叫IDLE TASC 不要小看这件事 这个 它的存在最主要就是让核心的排程器 不管怎样 一定有任务可以排 那如果说呢 我排程的时候呢 前面讲的那些任务都没有 都没有排的必要的时候 只像IDLE TASC的时候 往往这时候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 告诉系统说呢 我该可以降频啊 我该甚至我可以关闭CPU 好 然后呢 大家看这个部分 所以刚才讲的 这个也是在什么 TASC TASC的一部分 此外呢 还会有这个Schedule Task Group 这个TASC Group就是说呢 注意到这个TASC Group 在探讨C Group的时候呢 有些结构呢 还会相互呼应 所以就说呢 我们在排程的时候呢 其实我算排程器的任务是挑出下一个 下一个要直写的任务 但是这个下一个要直写的任务呢 它可能是已经分组了 像你看哦 以我们这个画面中的这个网页浏览器来讲 这是Chrome Browser 对吧 这个Chrome Browser呢 大家讲话有非常多的分页 对吧 那是依据我的习惯 那你在使用上呢 可能会有更多或是更少的分页 但有趣的地方是呢 在系统中呢 在Chrome Browser里面呢 这些分页呢 其实它是若干的process 那它可能还会对应 若干的不同的thread 所以你又要排程 排行程 又要排直行序 好 那如果说呢 这个排程来讲话呢 它能够一组 就是它可以分组 像个Chrome Browser 我可以把它分组 那排程的时候呢 不管我挑出哪一个任务 好 总之呢 我就确保说 我所占用的这个TimeStars 或是我所占用的这种系统资源 那在这些分组的任务来讲的话 有相似的表现的话 那这个使用者体验会更好 或者说呢 像这个游戏 电动游戏 或者说那种很在意这种 体验的那种游戏 对不对 一般能使用这种设计游戏 那这种游戏呢 其实它也是需要这种 必要的test group 因为往往呢 系统在设计来讲 会切割成不同部分 有些部分专门在更新画面 所以像是render 就是去更新画面啊 然后去做那种光线追踪的啊 那有些可能是在处理这种 可能你就想像是用资料库 那所以资料库呢 去提供说我这个场景啊 我这个相关的这个 角色的内部的状态 那此外呢 还会有这个资金序 或者行程专门在处理王丰包 那这些都是相互在合作的 所以它可能会区分成 若干的行程或资金序 但是我们希望呢 在排程的时候呢 它是一组的 所以它就会有对应的这个task group 那此外呢 在每一个task 它都会有对应的这个timesize 那这个东西呢 是我可以整个系统去设定的 然后就我们事实上 我们稍后讲 就是我们可以变更整个系统 排程的时候的这个timesize 但是呢 我也可以去决定一个任务 它对应的 它分配到的这个timesize 然后在linux核心里面呢 有很多那种tif开头的 tif开头的那个奇标 这些flag 好我们来找看啊 tif 在linux核心里面呢 有好几处呢 就是这种tif开头的 好 这个tif开头的 这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tif的全名呢 是 tif的全名叫做 threadinformationflag 对于呢 就是我们讲这个tif呢 就是这种跟资讯 资讯有关的奇标 那这个奇标呢 最主要的影响呢 就是像影响到 像是这个signal 这有我们讲过的 这个signal跟排成器 其实从第一版的linux核心呢 其实就是彼此就是相关的 此外呢 像是排成器 排成器当然这会有影响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细致的话呢 你可以在header file linux header file 在这个include这个目录底下的linux threadinfo.h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若干格这个跟tif有关的部分 好 那注意到看这些部分的时候呢 一开始看你会觉得很挫折 但是就是说 你其实不需要看每一行都可以看懂了 那你只要知道说 它是比方说像刚才讲那个tif 然后tif会跟像你可以看到这个syscore 对不对 所以它跟它内部的状态会有关联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说呢 你大概也会发现说 里面有好几个这种 by's的操作 对不对 像set bit clear bit 那你就可以去回想 这个东西呢 应该跟你过去接触的 这个by's操作有关 如果这方面掌握度不高的话呢 没关系 你可以参考我们的 你锁不到细元 by's的操作这一部分 好 那总之呢 在这个系统的执行的时候呢 其实它都会仰赖这样的一个flag 那这些flag呢 你可以用这个by's的or by'sor去把这个属性加上去 那当然你可以搭配by's的and 去过滤 就是你可以把 透过by's的or 去把这个就是追加这些flag 好就是去像是把这些属性叠合起来 当然你也可以用by's的and 去过滤出 你想要找的 找的那种特性 好 那其中呢 我们这边又会介绍这个tifneedreschedule 这个就是说呢 我这样的一个任务呢 需不需要呢 再重新排成 好 那这个reschedule呢 这个实作呢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我们可以试着在这个原始程式码照看 这个关键的地方会反映到系统的很多层面 好 例如说呢 你在这个排成器里面 你可以看到说这个tifneedreschedule 好 就是说呢 我要求怎样 要求重新排成 好 那此外呢 像kvm 对 这边kvm是什么呢 这是kernobase virtual machine 就是说呢 你看在这个 虽然这一段程式吧 你不能全部懂 但是你发现这么有个gast 对比较好语 这就是虚拟机器里面的那个gast 在虚拟机器的术语来讲的话 我们会区分成两个部分 然后就概念上的两个部分 一个叫host host就是说呢 你虚拟机器 它需要一个地方去执行 对吧 所以那个能够执行的地方 执行这些虚拟机器的环境 我们称为叫host 然后有host之后呢 再搭配特定的hypervisor 不管是 Qmule kvn vmware 或是microsoft的hyper-v 这些都是虚拟机器的管理器 然后在上面呢 我们就需要什么呢 就上面就可以建构 若干个gast的环境 那你可以执行若干个gast的OS 对吧 好 那值得留意的地方在哪里呢 好 所以你看到 像这边来讲话呢 我就可以用 用这样的flag 去标注说 我要不要做特定的动作 如果他要求呢 去导致schedule的话呢 系统就会呼叫 这个schedule 好 还记得这个schedule 我们在第一个部分有探讨过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去看 所以这个呢 就是去标注他的那个 属性 换个方式说呢 如果你掌握一些工具 我希望大家研究 Ninus核心的时候 不要只用看的 只用看的话呢 你会陷入这种幻想中 你想想看哦 有很多程式码呢 它非常短 特别是如果你有参加过 我们这个Linus核心设计的 那个课程的话 我们有很多水浪测验就是这样 就是程式码其实不长 但是呢 你看老半天都不知道在干嘛 你非得要做实验啊 非得要去拆解 认真去拆解 我希望大家看待Linus核心 程式码也是一样 你想想看 过去你看C的程式码 短短的几行 短短的几十行 可能让你看老半天 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Linus核心有三千万行 难道看了就会懂啊 不可能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除了看以外呢 应该要做实验 那你说这个做实验的时候 怎么做实验 像这个 Needschedule 就是一个很好做实验的标的 比方说呢 你可以用GDP 设定这个 设定 中断点 然后或者是用Watch 这个命令 然后去看出这个 这些Flag变化 如果它内部的状态变化的话呢 那就是 那我们可以去追踪 好 那但是呢 要追踪Linus核心呢 其实真的很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这边会 搭配介绍一个 就是在 一样也是在 Linus核心设计的 这个线上讲座 我们又介绍一个叫 Useable Linux Useable Linux呢 就像画面中这样 就说你有个 Linus已经开机了 那Linus开机之后呢 你可以把若干的Linus 当作Linus的一般形成来执行 然后看到 Linus核心可以移植到User Space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Linus核心直接当作一般的Linus Process 来执行 那这个东西最大好处是什么呢 比方说你可以用GDP 这个东西很强啊 你可以用GDP设定这个 中断点 好 那你说GDP设定在中断点 可以干嘛呢 如果你还想不到这个干嘛的话呢 就是 你就不需要 虚拟机器 然后呢 你也不用特别去安装什么 做什么特别的设定 你直接下载Linus核心程式码 当然要构新 下载构新的Linus核心程式码的话 然后呢 做一些简单的这个 主态的主态调整 那你就可以开始来 Debug 那这个Debug 并不是找Kernel的bug 其实我们讲Debug 其实是追踪 所以比方说呢 你这边就可以追踪 比方说核心的那些模组啦 核心的那些Command Line啦 RPS 最后这个就算Useable没有执行 没关系 我们就直接把Kernel内部的状态显示出来 这非常关键 然后呢 你看哦 在这里下呢 你可以直接去印出核心内部的资讯 这一点非常之重要 好 好 那我们在前面有第一 这个讲座第一部分提到 Linus核心那些行程呢 那些任务 那些执行序呢 其实是用Link List 那正确的说法是 环状 双向链接 串列 然后来表示这些 这些行程中的这个资讯 好 那所以呢 你看到这个东西非常之有趣 对不对 就是说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呢 去协助你 理解核心的运作 所以我再次强调 我希望大家在探讨核心的时候呢 真的要去做实验 当然这个做实验并不是满目的 所以你需要把一些 资讯啊 还一些概念也有穿揭起来 这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讲座 希望带大家做的事情 此外呢 我们在了解Linus核心的排成器的时候呢 还要了解一个东西呢 叫做GIFIS 主要这个GIFIS呢 在早期的Linus核心就存在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GIFIS呢 是 你可以看到网上很多讨论 那我们就先不讲这个 它的典故 那你可以想就是说呢 它的设计就是 我系统会有Time Interrupt 硬体会有那种Time Interrupt 那这个Time Interrupt 每次出发的时候呢 那你就想要每次出发的时候呢 它就会去更新这个GIFIS的值 那当然我也可以设定说 每隔几次更新内部的值 总之这个GIFIS 它就对应到Timer的触发的次数 所以换个角度想呢 就是你如果去观察GIFIS的内容 你去追踪GIFIS的内容 就可以知道 Time到底触发多少次 然后呢 这个Timer的资讯 对排成器非常重要 尽管呢 有些排成策略 比方说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对吧 或是First In First Out 这样的一个策略 乍看之下跟时间没关 但是考虑到系统的正确 我们还是会对时间是敏感的 所以注意到 虽然我们讲上个 像前面讲那个 讲什么呢 像那个 对不对 Ron Robbins 他是切若干的Timer's Dice 那FIFA呢 他对时间没有特别的概念 但是我们要确表时间之行 我们终究 终究还是要 透过这种时间 去带动排成器 好 然后这边呢 就是把前面讲的这个内容 在做整理 那注意到我们讲这个优先权呢 其实是有两部分 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静态优先权 那静态优先权呢 在就是在前面有提到这个 Test Rock里面的这个 Static Priority 那这个值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定 对不对 就是说你看这个0 1 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范围 好 那此外呢 就是 就对到这个 这张图了 好 那此外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另外一个 在讲优先权的时候呢 我们要特别 特别顾虑到的议题 就是 就是那个Nice 然后我们前面有讲过这个Nice 这个Nice 是什么呢 这个数字越大 数字越大呢 表示人越好 对不对 Be nice to you Be nice to somebody 所以呢 它就退让越多 反过来说呢 这个Nice的数字越小 就表示人呢 就越坏 就不离让人 所以它可以霸占更多资源 所以这Nice值的想法是 是站在这种 就是unus典型的 就刚才前面讲的 就是这种继承很多历史工业吧 Linus核心也把这个东西带进来 然后注意到呢 但是呢 考虑到及时的排程来讲话呢 其实要想的事情就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我们需要考虑到典型unus的Nice 也要考虑到RT的那个优先权 所以就是会有这个 还记得刚才前面讲那个吗 0到139 就是做这样的重新的对应 这个是在Linus核心2.2的时候加进来 那此外呢 在Linus核心会有这样的一个聚集 把Nice值换成Priority 或是Priority换成Nice值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加减法 这个加减法呢 就可以对应到这个 这张图 此外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我们有讲过这个schedule 跟那个schedule tick 那注意到 在新版的Linus核心呢 大约是从这个5.4 就是类似的时间点 大概是5.4的时间点 这个schedule tick 就它其实被替换掉了 所以其实我们要讲的地方就是 这个schedule 然后不管它叫做schedule 或是旧的叫做schedule tick 那这些实作来讲话呢 本质上它要做的事情还是相似 就是要挑选出下一个任务 那只是说这个挑选下一个任务这件事呢 它并不是这么单纯 我们来看看这个Linus核心的程式码 怎么去做这件事 这东西很有意思啊 好schedule 好 那你看到schedule来讲话呢 其实你 等一下我们要找的是这个 好 不要说我要找这个schedule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它的具体的实作会在哪里呢 这会在 kodashi kodashi 对不对 好 好 那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这边的实作呢 我们就接下来看 就是你看到这边 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来找 在库尔大西 好 然后这边呢 这一段程式呢 你看到 这一段程式呢 跟我们列出来的 就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 其实科隆会把 很多部分会重新整理 那所以 当我们这个程式列表 跟各位在同一篇看的东西呢 会有出律是正常的 所以这我想也是理解那个核心算比较困难的部分 就是可能客户变动挺大的 好 那 呃 库尔大西 这个部分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探讨过嘛 那最后呢 会呼叫什么呢 最后会呼叫跟 就是跟平台有关的这个switch tool 通常都是用Inner的车门去实作出来的 好 那接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接着 哎 抱歉 上一面 好 接着有趣的地方就是呢 这一段程式码 好 那这段程式码呢 是底线底线schedule 好 那注意到 丁丁核心的这个设计是这样 就是 它会有公开的界面 比方说schedule是公开界面 好 那schedule是公开界面 然后 呃 像刚才那个宣告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 它甚至还有那个 把这个symbol export出来 我们再开始看一下 看一遍 你看哦 这边在讲话呢 这个是公开的界面 所以这边会有个 画面中可以看到说 它有一个export symbol 但是呢 为了要实做这个 复杂的这个schedule操作呢 呃 其实这个东西不容易 这个就是 就是往往呢 我需要一个所谓的helper function 那这个底线 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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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edule呢 它就是所谓的helper function 这个 不对 不是这个 找到 有时候麻烦 对不对 就是 好 那这边呢 来讲话呢 这个就是底线 底线schedule 那注意到 它的这个visibility呢 它的visibility 是设定成static 所以就表示 只有这一个 这一段程式码 也就是这个 core.c 是可以这样 是可以存取的 好 然后呢 所以注意到 这段程式列表 真正它出现的地方呢 是其实是那个 底线 底线schedule 那就是当做一个helper 好 好 那接着呢 是有趣的地方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 实际上呢 它到底怎么去排成的 好 那注意到画面中 这个地方 这边nr 就是number 那注意到这个惯例呢 从linux核心的 第一个版本 0.01版的时候 就有这种惯例 就是上面 nr就表示那个 number的那个缩写 那所以这边就是说的 这个switch的次数 好 那接着呢 是有趣的 就是 不是有趣的 讲的好像提到都不有趣 就是说 接下来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部分 好 所以你看 我这边已经帮大家列出来 就先去 就是去更新这个 switch的次数 然后中间呢 会有一个叫做 rcu这个pointer 这个在我们 linux核心设计 系列讲座呢 的rcu rcu这个 作为一个核心 的同步机制 我们有在里面 有更详细的探讨 那不过这里的话 你就可以认定 我说它 它就是一个 能够去确保 核心内部 资料的同步 也就是说你可能会有多个reader 那单一的writer 那rcu的存在就是让这种 多个reader 然后单一的writer 而且呢 是独多写少的情况 可以在这个不需要 lock的这个竞争的状况下呢 可以正确运作 所以就它不仰赖 blocking的lock 然后这也是所谓 之前有提过的lock free的机制 那你可以先了解到这里 因为如果说你要 linux kernel每一个行 每一行都了解的话 其实那个难度太高了 所以注意到 你了解这个核心的 不该是什么 不该是换想的 所以最好呢 是像刚才前面讲的 搭配一些工具 设定一些中断点 去分析 好那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最后呢 终究呢 是要执行前面讲的 那个contest speech 对吧 但是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呢 在这之前呢 其实还有一整段程式码 对吧 上面还有一整段程式码 然后为什么会那么复杂呢 你大概猜得出来 这件事呢 跟多核的状态有关 在这边来讲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 很多程式码 跟那种SMP SMP有关的 那甚至你还要考虑到呢 我有没有做这个抢战 然后注意到这个 这边有个TTW 这个TTW呢 很值得去探讨 TTW 好 这个TTW是什么鬼啊 这个在我们这个 我们提供给大家的电子书的第三章 花了很多篇幅跟大家讲 TTW呢 是这个缩写啊 Try to wake up 好 然后呢 要注意到就是说呢 Python T呢 要做的事情呢 其实要确保说这个 不是只是挑选任务 其实它考虑到像那个 Pre-end状态 我们前面有提到 在我们现在的设计来讲 我们希望高优先权任务 可以去抢战第一优先权任务 所以这段程式码 画面中看到这个程式码 其实它也反映到 这个抢战的逻辑 好 就说呢 原本的程式执行 如果没有什么优先权的概念 你最简单的想法就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对 就是说我 A这个任务做完 然后呢 它先来 我们系统先处理 那A这个任务做完呢 然后接着才到什么 这到 B 或者其他的 好 但是呢 我们现在考虑到优先权的时候呢 就遇到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 明明下一个任务 其实在执行的 但是呢 我终究呢 是需要让高优先权任务执行 那 那如果说 你高优先权任务呢 这执行的时候呢 会被拖延 那这样的话 延迟就会增加 就是 这不是我们的期望 所以 势必呢 这个 高优先权任务 它要必须在 特定的时间点 所以呢 我们就 你可以想像系统里面呢 加很多这种 加很多机制 那这机制 相当是每个一段时间看手表 对不对 你应该有这种经验 就是 比方说你跟 男朋友女朋友 或者是家人 约定一个时间 但是呢 这个约定的过程中呢 可能对方他就是 因为不可抗击因素 比方说下雨天啊 比方说塞车啊 甚至高铁出了一些状况 虽然最后大家平安 但是他就是 延迟了 所以你可能先去出电啊 或是先去哪里 对不对 先去做自己 打发实践的事情 然后但是呢 中就你还是要一直 一直看手表 一直看手机 对不对 所以像这件事 就是系统每个一段时间会去检查 就是说呢 你看哦 你看这东西啊 就是说呢 是否呢 这个 就是 会 目前的任务呢 是否 会被抢占 可以被抢占 那这个抢占呢 就会有一些 对应的一些条件啊 对不对 就是比方说优先权要高啦 或是符合某些机制 所以这也是刚才讲 那个程式码的 这个复杂的地方 为什么他要弄复杂 其实要考虑到抢占 但是注意到 我们刚才在这边列出来的 其实它是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前面其实要先处理这个抢占 甚至你还要考虑到 这个能够抢占 或是在多核处理器 内部的状态 这个都是我们要特别去 顾虑到的 好 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 两栋 四栋 两栋 四栋 好 我们继续 所以注意到 在这个 另一核心的排成器的试作呢 其实它分好多 好多的面向 而且这个 我们没有完整列出 在这个画面中 没有完整列出来的 其实就是 有很多是在 preemption的 判断 那这个preemption的判断 更早之前呢 还有判断说 这个 像处理器的 处理器的那种 这个什么 处理器的内部状态 好 那 这个在 随着 另一核心的 版本的 调整 那这些 逻辑可能会越 越复杂 然后注意到呢 这过程中呢 无可避免就会有很多Log 那为了要降低Log的影响呢 后来核心呢 陆续把一些机制呢 换成这个 RCU 但是 终究还是会有Log 比方说你看到这里 这边来讲话呢 会有这个 RQ的Log 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GitLog 或是GitBrain 去看这个中介的变化 其实这个过程的演化呢 很精彩 不过也不用太着急 就是你可以 就是你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你可以试着去 试着去了解它的这种 在核心里面 到底怎么变化 然后 再提醒各位 就是另一核心改变很快 它是一个moving target 所以呢 其实往往呢 你要去想 想哪些地方是固定 长期来讲 没什么特别改变的 或者说 近期变更的 像跟大家提示 这个 其实在5.4以后呢 其实这个是有变更的 那这个变更来讲的话呢 终究呢 就是反映到 不同的考虑 那这个 如果你了解的话呢 你的认知又可以再进一步了 好 那注意到 画面用这边讲的这个 Schedule Tic呢 是旧版的 那这个 致命上一识 就是说 它去计算这个 计算它的那个 计算优先权 跟 它的这个Time Size 因为 每个任务会有分配到的 这个什么 分配到的这个Time Size 依据它的优先权 然后呢 它可能 可能不同的策略 然后 那 就在这个地方是 已经变更了 那所以 我们会在 稍后 就是在 第三个部分 来跟大家探讨 这个 现在的程式码变更 不过 我们列出这个部分 还是因为它很 很容易理解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 这个CPU排程器的 演化 然后 那这边演化的话 很好玩 就是说呢 Big O N 时间复杂度 Big O N 其实是后面才加进来 它是因为分类的需求 所以真正呢 在令人核心里面 出现的名字 是这个O1 那把这个O1 Big O N 以前的排程器 就分类上 叫做Big O N 但是早期来讲 它就是个排程器 好 然后后来呢 这个 有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机制 叫做RSDL 就是2017年 这一年非常的丰富 就有RSDL 那RSDL 虽然它最后淡出 这个 时代的 就是最终 它不会是令人核心的一部分 但是它的精神 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 然后再来是 现行预设的排程器 CFS 而且这个预设的排程器呢 它存在时间 非常 非常 非常久 好 那这个BFS呢 就涉及到这个 之后的这个 等会讲一段故事 然后Day Night Schedule 是3.14都加进来 好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 Max 注意它这个 NUQSS 依据作者的想法 作者的说法 它就是念成 Max 好 然后呢 我们这边要讲几个人 你想为什么 讲排程器会突然讲到人 因为呢 令人核心 它虽然是一个 集体的创作 就是活跃的 令人核心开发者 就是每天都有投入 可观的时间 然后你一直看到这个 不是只是送个派去 然后就 就跑掉了 就是说 有持续在 维护的话 持续投入的 大概是6000人 当然 真正把贡献者 算进去是上万人 那这些活跃的开发者里面呢 这6000个活跃的开发者呢 里面呢 有三个人 很有意思 那这三个人对这个 我们后续讲的这些排程器都有 一定程度影响 所以我们就特别来讲这三个人 那第一个我们先讲 英狗 英狗呢 他是匈牙利吉的这个开发者 那目前服务于这个 Rehead 那 他对 Linus Kernel 做了非常多的贡献 特别是在排程器 就注意到 就是他做的事 不是只有在排程器 例如说 例如说什么呢 他甚至还做一些很 匪夷琐事的东西 比方说他搞了一东西叫 Kernel HDBD 比方说英狗呢 英狗呢 曾经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叫Tux 这个Tux 就是那个 你知道Linus Kernel的 吉祥物是 企鹅 那这个吉祥物呢 又叫做Tux 就是 企鹅的英语叫做Panguin 但是这个 吉祥物的 就特别那个吉祥物 那个胖胖的企鹅 就叫Tux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像什么呢 Tux呢 他是一个 Web Server 可是这个Web Server 执行在Kernel里面 对比方 Inkernel Web Server 这东西很酷 然后他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做 静态网页的服务 当然他可以出一定程度的处理动态网页 那注意到的当初呢 英狗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呢 因为 曾经有一段时间 令人核心呢 算是迷失的方向 就是说 就是 大约在20年前吧 Linus Kernel 就是 一直在着重一些 效率数据 比方说 QPS Query Per Second 像Database Database 执行在Microsoft Windows NT 然后执行在Linus上 到底呢 何者的QPS比较高 所以 在那时候呢 像Rehat 或是像SUSI 这样的一个专业Linus公司 他们就 花很多心思呢 去做效能调整 让这个刚才讲的 Database上的QPS可以提高 然后Web Server 又是另外一个战场 这个战场就是 因为这个战场呢 是两个层级 对吧 一个是Web Server的实作 另外一个是Web Server 执行在哪个作业系统 那这个都是很关键的一题 那这个当然 像Rehat这种公司 他就不能缺席 所以 英狗就被指派做这件事 就是说 去提升Web Server的这个效率 好 那所以很有趣的是呢 英狗就干了这件事 就是在Linus核心设计的这个 做了一个Web Server Web Server 那注意到 此时此刻呢 他就是没有被维护了 所以就是 换个角度想 就是他被弃之了 其实这个Tax能够做 做很多事 而且事实上呢 维护了好几版 他最后的维护呢 是到3.0 不是Herno 3.0 他自己的版本叫3.0 好 然后 你可以参照这个 Linus核心设计的这个讲座呢 我们其中有一个部分呢 讲到 也有稍微提到这个部分 在哪里呢 在发展动态回顾 其实发展动态回顾呢 其实就有讲到这个 跟这个Tax有关的部分 KHTTPD 所以就是 其实因为Linus核心的 曾经有 大约在20年前 就有一段神迷失了 就是为了要 就是为了要满足 这些各式各样的指标 就是那种KPI KPI导向 所以其实KPI 这个东西很可怕 对不对 曾经Linus核心的开发者 也他很陷入KPI 就是反正我就是要让数字变高 让这个QPIS变高 让这个Concure 让这些能够服务的 这个HTTP的Request的数量 可以拉上去 所以把很多东西都做在Kernel里面 但是后来Linus Kernel在2.6的时候 终于找到自己的方向 就没有必要再去做一些 很特别的 就为了去满足特件需求 去做的这种特化 所以注意到 刚才讲的东西也是 Kernel Mode的Web Server 也是硬购的作品 硬购的作品很多 但是它就是主要 Schedule的 维护者 然后再来是Peter Peter很有趣 过去他在 就是他过去有很多这种 大型系统开发经验 那目前服务于Intel Peter是在 CPU Schedule非常活跃的人 当然除了Schedule以外 就像其他的开发者一样 他其实是 就是很有趣 就是他像这些Locking 或是一些跟效能有关的部分 然后 所以注意到 在Linus Kernel里面 就是现在的开发者 就是你过去再参加一些研讨会 尤其台湾的一些研讨会 有时候我们把Open Source 讲得很神奇 很大神 但是你要知道 Linus Kernel九成 或是更多的开发者 是全职 什么叫全职呢 就是公司付钱 叫你做事叫全职 对吧 所以你看到九成是全职 所以真正呢 只是为了理想 或是只是为了好玩 这样的开发者 其实不多 更多的时候 就是把他的兴趣 工作 就是兴趣跟他的使命 融入在他的工作里面 而且一定程度受到 他背后公司的影响 但是CK呢 就是刚才讲 九成以外的人 就是不到一成 真正基于兴趣 去投入Linus Kernel 所以CK呢 他在澳大利亚 他是一个 这什么字呢 这就叫麻醉衣食 对你不要怀疑 这个是麻醉衣食 他就真的是一个 Hobbist 就是真的是兴趣 然后呢 依据CK的说法 这个东西太有趣了 我们来欣赏他的那个 维基百科 他维基百科很精彩啊 因为这个人就 我们来看中文的 你们看到脑残 不是说脑残 这是一个名字而已 好 所以看到这个CK是一个麻醉 麻醉医师 然后照这个CK 他说的时候是什么 他说呢 他接触令人核心的时候呢 根本没有学过西语言 帅吧 对不对 但是 人家就是有天分啊 所以各位呢 Kernel学不好真的 不要太错识了 对不对 你看一个麻醉医师 用他的闲暇时间 就算没有学过西语言 从零开始学 照样可以贡献令人核心 那你呢 你这个本科的 对不对 你本科去看看别人做什么事 所以不要一直听到讲自己本科 好 有做事情在说 好 所以呢 这个在21世纪呢 没办法做有强度的事情 都是非本科 好 所以不要再这么争论 那个本不本科的问题 好 下次写信的时候 不要 自我介绍的时候 不要跟我说你非本科 我预设你都是非本科 好 因为你没有说 做什么东西出来 好 你说 要做多少事才叫做事 好 就是能够察觉你的存在 可以吗 好 这个 定义够简单了吧 好 就是 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 每天用你的东西 就可以察觉你的存在吧 好 虽然人家不认识你 但是 你做的东西 是这些千千万万人 每天用的东西的一部分 对吧 这个 这个很基本 说不到这件事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你干嘛 为什么要学成事 好 否放 不可能吧 否放支撑 支撑不了多久了 好 那么继续看 好 那这个CK呢 呃 他其实着重点呢 跟英狗跟Peter不同 毕竟呢 英狗跟Peter背后都是公司 但CK呢 他的兴趣呢 就是 兴趣之一 就是Linus Knoll 那其实上呢 他乐于呢 解决各式各样问题 例如说呢 在COVID-19这个 蔓延的今日呢 那他就 曾经带领了团队 去做这个3D印表 来做什么事呢 去做这个COVID-19的 这个检测设备 好 那 抱歉我 因为我对这东西没有概念 但是你可以Google搜寻 好 找到他的一些 相关的报道 好 所以其实就是 你可以看到说 一个行有余力 好 然后 然后 做出这个成果 好 这个就 不禁让你想到另外一个 一样很有趣的人 这个废马 废马 废马 废马最后定 那个废马 好 这个废马呢 注意到 他是 他的本业是什么呢 他的本业呢 是 律师 哭吧 好 他的本业是律师 但是呢 他 之所以文明呢 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在数论 还有现代维基分的 建构 好 然后 在废马最后定理 或是所谓的废马大定理 他里面有一句 很经典的话 他说什么 我发现一个美妙证明 但因为空白太小 没有写下来 对不对 像很多同学说 哎呦 我找到宁斯核心 我知道怎么改进宁斯核心 我做了很多很优秀的事情 只是因为网路太慢 没办法把这个卡密送出去 是这样吗 问你自己 好 然后总之呢 就是CK呢 这个人很有趣 所以接下来我们 很多部分都跟CK有关 好 然后呢 CK呢 那早年呢 就是大约在20年前吧 就是对Kernel很投入 当然这几年 他对Kernel有不同的态度 我们稍微讲 20年前呢 甚至会有那种 我们称为叫CKTree 就是那个Linus CKTree 就CKTree是什么 就是由 由CK自己维护的 维护的分支 称为叫CKTree 好 那所以 所以你懂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的成果实在太有趣了 然后 然后又不会受公司的影响嘛 因为毕竟他 就是麻醉医师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所以就是 不只是可以养活自己嘛 然后他的那个 工作的弹性相对是高的 然后呢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一个快速的一个回顾 回顾说 Linus核心这 这30年间的发展 那我看最左边 你显然呢 你知道1991年 这个很重要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Linus核心诞生了 所以直到今日为止 Linus核心已经有超过30年历史 那当然 作业系统作为 作业系统排成器 作为整个 作业系统非常关键的元素呢 它当然是存在的 好 然后 这边呢 你可以留意到 就是说 其实这边呢 就是有 很早期的试作 好 然后呢 下一个里程碑是1999年 但那年后期1999到 到1999 往前推算 到1991年 这么长的时间 为什么中间没有别的事 其实中间一直在改进 但是排成器 本身没有太大的调整 好 1999的时候呢 因为 为了要符合Potis的规范 在Linus核心2.2 引入了前面提到 那个 Scheduling Classes 就是NiolTown跟FayRT的 那是1999年 然后呢 在2001年的时候呢 这个 Linus核心2.4实作 然后呢 这个排成器呢 做一个一定的程度的调整 然后它就会算 就注意到 当时不是叫这个名字 但是我们分类上 可以把它叫做Big O N 就时间复杂度为 为线性的 时间复杂度 然后呢 到了2003年的时候呢 Linus核心2.6 点0次出 所以你看到 2001年是2.4 然后呢 在那个 2003年的时候是2.4 2.6核心4出 好 那2.6的核心 一4出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里程碑 就是他们 提出一个O1 Big O1的那个 Schedule 那常数 时间复杂度为常数 好 然后呢 在2007年的时候呢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就是CFS 就是前面讲的CFS 然后如果说呢 你硬要顺着这个 时间复杂度来分析的话呢 这个CFS呢 它的时间复杂度 其实是 Log N 这有趣啦 很多同学呢 看到这个时间复杂度 就觉得说 啊 常数一定比这个线性好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 所谓的常数 时间复杂度 我们要搞清楚的是 它前面那个什么 前面的常数是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就是它是个常数 但是前面有个数值 如果呢 你这个数值特别特别大 比方说呢 你想想就假设 就是我今天做这个 三角函数运算 做这个对数运算 那我先建个表格 建个超级大的表格 所以每次呢 要去 要去 计算那个三角函数的时候呢 我就去查表 然后你说 哇 这样时间复杂度 是不是就变成O1 好 那这个很有趣 它可能可以是O1 但是存取机体是要成本的 对吧 而且那个表格那么大的时候 你会不会发生Face Fault 再讲一次 就是 你可能以为说 我把这个资料 存在表格里面 那我就可以确保说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O1 对不对 你可能会觉得说 哎呦 是不是这样就解决了 没有啊 查表格是有时间的啊 你要从开头开始找 还是从尾巴开始找 你说 我建一个Hashtable Hashtable会有碰撞啊 对不对 你说我做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不会有碰撞 或者我建一个 超级大的表格 然后 那我讲 超级大的表格就刚才提到 会有Page Fault 会有碰撞啊 然后还有Cash的效率 要考虑进去 所以 我们今天讲 Big O1呢 它只是一个时间复杂度 但是中间做什么事 才是关键 所以你不能看到 那个时间复杂度 看起来是常数 然后就觉得 它一定比较快 其实不懒 看你做什么事 而且呢 CMS呢 你可以看到说 你看哦 Big O1的这个 Schedule呢 你看过了两年 就换掉 然后呢 这个O1 Schedule呢 到07年就换掉 所以其实你看 Kernel呢 在这个 开发过程中 其实有一段时间 频繁的去更化 这个排程器 对吧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呢 从2007年到现在 CFS就是 令人核心 预设的排程器 一直用到今天 非常稳定 你看 Ninx Kernel 30年的历史 诶 这是什么概念 刚好是吧 诶 刚好就是 差不多一半的时间 对吧 所以Ninx Kernel 有一半的时间 是 接近有一半的时间 是CFS 然后在3.14的时候呢 2014年的时候呢 那个 加入那个Day Night Schedule 那最主要就是 始作刚刚讲的 那个Earliest Day Night First 那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在排程呢 是很经典的 这个 演算法 然后呢 这边呢 我们要特别来纪念 那个 已经过世的 那个 呃 刘兄朗院士 那刘兄朗院士呢 很不幸的 在 2021年 过世 那 刘兄朗院士呢 他 他有 申请有非常多的 这个成果 一直保留到现在 那其中有一部分 他就是在 1973年 所以主讲 1973年 其实早期就有什么 去探讨这个 呃 即时 即时系统的 这个 即时系统的排程 那这个 这是一个很 很重要的一个进展 那你甚至可以看到说呢 其实这个排程器的 理论的发展 并想象中 找很多 理论发展在什么时候呢 你看到 在这边来讲话 我就整理一些数值 呃 第一个呢 在探讨那个 根据 我现在所及的 资料呢 第一个在探讨 排程器的话 是在1962年 然后呢 在1973年 我们这个 刘兄朗院士呢 他就 呃 探讨这个 呃 针对这种 应急时 就是说 如果 措施那些 dayline 就是 即时系统会规范的一个 时间 时间限制 那如果说呢 你超过时间限制 会导致这个系统 无可 挽救 或者非常严重的 这个 冲击的话呢 会冲击到这样的系统 叫hubriotime 所以像 航空啦 医疗都属于这种 那你看 刘兄朗院士呢 在1973年 其实就这样 就去探讨了 然后呢 针对这种 pre-entive scheduling 就是这种 呃 不然说 ron robin啊 还有一些更 细致的 那些priority based 的pre-entive scheduling 其实1975年 就没探讨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排成器呢 其实他的这个 相关的 理论基础呢 是很 很扎实的 但是 实作 是很困难的 因为实作来讲 以 排成器的实作来讲 演算的 真的只是一部分 所以像下面讲的 这些不同的 时间复杂 这只是一部分 这关键的地方是 你要 满足 不同情境的需求 所以像那个 3.14的时候呢 有实作这个 EDF 还有东西叫CBS 那这个CBS的话 在我们这个讲座 不会 不会详细探讨 但是 请你交叉看 交叉看这个 Linus核心的 那个内部的文件 或者是等 等我的书 等我的书 正式发布 那我们又来探讨 这个Dayline 那2009年的时候呢 Linus核心5.0释出 其中呢 就包含一个很重要的 原件 叫做ES Energy Aware Scheduling 那如果说呢 你用那个Android手机 每一支Android手机 只要 只要你不是用了 十年前的手机 就这几年买的手机 其实都内建 ES 那ES的存在呢 有个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呢 能够依据这个 程式的执行 依据 硬体的主态 然后他会去预测 预测说我现在的任务 比方说 你前 依据你这个情境呢 最近都在什么 都在玩游戏 或者是最近呢 没有什么特别负载 那我可以主动的去 调整频率 或是降频 甚至关闭CPU 那所以 这排层跟电管理 他就有紧密的管理 那这个ES就是一个框架 那你可以设定 一些像那个 Eng model 就是说你去 怎么去描述 怎么去 怎么去控制你的硬体 那再下有系列 这个规范 那这个在我们的 这个 正在撰写的书本 其实也有在 讲这一次 所以这个 最主要的标的物 是移动装置 所以不然说 各位用的这个 笔记型电脑啦 那或是说 这种平板 手机 自然就是关键 而且呢 在这个手机里面呢 用的这个处理器呢 非常很有趣 它是甚至叫 一支多核的 所以你看到 这显然是多核嘛 对不对 你看这样数起来 有几个Core 这没有八个Core 那但是A7跟A5 虽然你不知道 它具体细节 但有趣的像是 名字不一样嘛 所以你就知道 它是不同硬体 那针对不同硬体的排层 而且这个排层呢 考虑到这个功耗啦 考虑到这种 刚刚讲的预测模型 跟还有 NH model 这就是ES的算 很关键的议题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分析 排层器 我们要 要什么样的态度呢 跟准则呢 就是我们先来看 什么东西是越大越好 就是CPU使用率 是越高越好 然后呢 这个吞吐量是越大越好 对吧 这个没什么特别意外 然后 什么东西是越小越好呢 例如说呢 这个叫turn around turn around time 就是说呢 我一个任务呢 实际排入 到真正执行 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东西呢 在过去呢 你如果看恐龙书啊 或是类似的那个教育书呢 其实都有探讨 所以我在这个 在这个讲座里面 没有讲太多事 不过你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快速的回顾 还记得这个东西吧 你在那个恐龙书啊 或是在一些考试应该都看过这种东西 就跟说 我今天有四个行程 成为叫做P1234 1234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我抵达 我都在同个时间抵达 好 然后呢 我去说呢 我这个时间要占多长 比方说P1呢 是要占七个单位的时间 P2呢 是四个单位 然后呢 P3就是一个单位 然后P4是四个单位 所以总共呢 就需要16个单位的时间 然后呢 依据这个first in first out 画出来的东西长这样 但是 毕竟呢 大家不会在同个时间抵达 而且呢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所以你看哦 像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一个排程方式 所以你看哦 这边来讲的话呢 如果呢 P2呢 是arive time是2 你看哦 原本它的 原本呢 first in first out是 前面一定要有个人做完 但是呢 我们如果呢 让那个P2 在2这个时间抵达 好 然后呢 这个抵达的时候呢 你看哦 它还是要四个单位 所以你看P2 一 二 三 四 所以我最后还是四个单位 但是 但是表现起来就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这个东西就很有趣了 对不对 就是说 我这边前两个是P1 然后后来是什么 P1到P2 还有在P2到P1 好 然后 那这边的话呢 你需要去计算 就是说 平均的一个任务 要等多久时间 才能够排成到 那这个就是 这就 有系列 一系列数学 这个数学 不是很简单数学 做一种 算最简单数学 但是呢 行为朋友要想看这件事 因为呢 刚才是一个理想中的环境 最终呢 我们是要把它对应到一个真实的环境 尤其到像那个多核处理器啦 还有说这个抢战 这个东西都是要列入考虑的因素 再来是说呢 我们任务呢 在执行之前会排入到这个 Round Queue 所以这个Round Queue呢 被告知说 我Ready 到真实执行的是有时间差的 对不对 就像你去 你去高铁啦 台铁对不对 台铁站 车站去买票对不对 就是你身上有钱 然后你通过安检 对吧 就是那你可以买票啦 但是你总是要等到前面的人 真的买 而且买票还有个风险是吧 万一前面的人把你的票买掉了 那其实你就是空等 对不对 就过来 那这个 你就算你身上有钱 通过这种安检 你还是不能排进去 对不对 因为已经没有资源了 所以这个 这个是我们就希望呢 可以降低这个等待的时间 然后此外呢 排层去挑出任务这件事呢 其实也是 这是要时间的 然后这件事呢 随着排层去越来越复杂 它的latency会越来越大 例如刚刚讲的ES 虽然你不知道内部做了什么事 但是呢 要考虑到不同硬体的行为 要考虑到整体的公平 必须要做很多事 你甚至有个预测模型 那我们在这个讲座的 第一个部分 有跟他讲说呢 甚至在2005年就有论文 使用到Machinone的技巧 去预测 这些任务的执行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议题 它都会有占用时间 那占用时间越长呢 它的schedule的latency就越大 再来呢 我们有前面提到 就是在那发展过程 就是2.6的核心 其实它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2.6.0 它是叫做 就一开始四处的时候 叫做Big O1的schedule 但是到2.6.23的时候呢 又换了目前我们看到share face 所以呢 其实这是两个时期 然后这边呢 来讲话呢 我们先不探好share face 我们先聚焦在这个 Big O1的schedule 那相对 Big O1的schedule 我们把旧的排程器呢 叫做Big O1 注意到这是相对的持 那这两者的最大差异是什么呢 事实上在2.4的核心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尝试 去做了多处理器的资源了 还记得那个铁达尼号吧 记得吧 就是铁达尼号呢 对丽丽丝可能有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 RaeHare RaeHare呢 要上市之前 上市之前拿那个铁达尼号的这个成果 那个 这个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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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跟Ross 对不对 在那个铁达尼号上 好 那 因为呢 RaeHare上市 获得巨大的资本 那这个巨大的资本 有部分就投入到 Linux核心的开发 所以呢 让这个Linux核心的开发 又加速了几年 所以呢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 铁达尼号对那个Linux核心 是有很大的帮助 好 然后呢 在2.4的年代呢 其实Linux核心呢 你要知道 2.4的时代 什么概念呢 RaeHare已经上市了 所以呢 这个其实他们 花更多的心思 在这个 Linux核心之上 那 2.4 尽管 开始资源 多核处理器 但是呢 在资源多核处理器的时候呢 其实 总是会有 利有未代 这个利有未代的问题 出在哪里呢 最大 就是利有未代 出在哪里呢 因为2.4的时代 不管是多少个CPU 其实呢 它的这个RoundQ是共用的 那这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再想一下 2.4的时代呢 就是这个RoundQ是共用的 所以你看 我今天就相当于是我 今天有四个CPU上面 我很多任务要排 那我要排队 都排共用的队伍 所以我既然要共用同个队伍 那我是不是少不了要Lock 那 所以我每次呢 去更新这个RoundQ里面状态的时候呢 我就是要设计叫Lock跟Unlock 那这个东西呢 在多核处理器的成本是特别高的 好 为此 2.6的时代 就把这个Big O1 做了很大的调整 它把这个 因为原本那个Big O1呢 它是什么 它是单一的RoundQ 对不对 单一的RoundQ 那而且呢 每次RoundQ要更新的时候呢 就势必要什么 要Lock 好 然后更惨的地方是什么呢 当我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 全域的状态 全局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这个问题是说呢 我如果要去抢占任务 不是不行 但是抢占任务的成本太高了 对不对 你抢占任务就是要 改变这个全域状态 对不对 所以你的确是可以去排入更高优先权任务 但是你能不能确保 高优先权任务排入到真正直行 你让这个时间变短 可不可以 这个没办法 因为你就是排一个很长的队伍 所以2.6的时代呢 为了这件事呢 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就是它就是为了要让多处理器更有效率 多处理器上的排成更有效率 那实际做法是什么 是把原本共用的run queue拆成perCPU 所以你看到 不同的CPU上它有各自的run queue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在各自的CPU上 我们称为叫perCPU run queue 它的lock的代价就大幅降低了 因为它是各做各的 好 那所以这个run queue里面呢 它会挑出一个 你就想说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县市啊 省份 各式的状元 对吧 然后这个各省的状元之后 我挑出来 对不对 挑出这个我想要排的任务 然后呢 那当然最后呢 还是免不了要做什么呢 免不了还是要从这个各省的状元啊 各个分区的这个冠军啊 去挑出什么 挑出它对应的顺序 但是这个地方的代价 远比你共用 就是全部共用一个单一的run queue来得低 对吧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机制 然后中间都搭配一些 我们稍后讲的机制 就是一个bmap的机制 然后确保呢 它的这个任务挑选的时间复杂度是 常数时间复杂度 所以为什么它称为叫big01 这也是为什么三个版本不叫big01 因为那只是分类 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排成器 它认为它叫排成器 好 所以big01的排成器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呢 它让任务的挑选是长数时间 而且让任务的这个切换 就是我就切过这个 切换这个任务呢 它可以做到长数时间 那这件事怎么做出来的呢 它就仰赖bmap的使用 所以呢 这边来讲话呢 你就想说它有一个 想这样的一个机制 它是拿那个空间来换的 而且这个实作来讲 非常有非常巧妙 就是说呢 它利用这个bmap 那这个bmap来讲话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 CPU上它有对峙的run queue 那这个每个CPU上对峙的run queue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刚好可以对应到这个bmap的运算 然后bmap的运算有趣的地方就是呢 我可以透过一些硬体的指令啊 我们想说这个像是什么呢 像是这个 CLZ啦 CTZ啦 或是population count 就是在硬体上呢 都有这些的指令啊 这些指令呢 都可以协助你去计算出啊 就是这些硬体的指令呢 可以计算出呢 比方说在 如果这个东西是一个单位 我可以去计算出 在这个整数里面呢 有多少个1 就是多少个1被6 多少个bit被6 然后你也可以找到前面呢 开头 就是前面可能 那里面很多开头是0对不对 然后第一个bet set 一个反过来 就是后面呢有好几个0 那第一个bet set的地方在哪里 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在 Big O1 schedule 我也要做到他的这个Big O1 做了很多这种这方面的尝试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尝试呢 让这个2.6的核心 得以获得更好的这个项目表现 注意到在单核的处理器 不见得会有巨大的表现 但是在多核处理器的话呢 它可以让这个整个延展性 也所谓我们讲 Skebett就是讲说呢 这个你的硬体资源越多 那你可不可以得到更好的吞吐量啦 或者说呢 你不至于硬体资源变多 然后相互打架 还记得你大学写报告 对不对 就是越多同学做越慢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 不做事算 还撑你后腿 那所以Big O1来讲的话呢 它是精心设计 噢 卡到目前为止好像很厉害 对不对 然后但是呢 它有潜藏很多问题 我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 两腰 两动 那刚才提到的就是 在2.6的核心中呢 为了要能够去提升 Stability 尤其是在 这种SMP对称 多核处理器的环境中 能够去降低这个原本 前一代 也就是2.4核心的排扇器的 严重缺失 就是因为2.6的排扇器 2.4的排扇器有这个 共用同个Round Queue 所以Lock的代价很高 而且呢在这个选出任务呢 往往就是线性时间 任务越多呢 就要选越久 那就导致呢 前面提到这个什么 Schedule Latency 会大 所以呢这个 2.6核心呢 用了很巧妙的方法 去让选出任务 的时间复杂数是O1 然后呢Round Queue呢 各自 就是每个CPU的 所以让这个Lock的需求呢 大幅的降低了 这就是呢 你看到目前为止 听起来都很美好 对不对 但是呢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呢 总是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调整 注意到这个字 Heuristic 这个东西在做什么事呢 就是说呢 往往我们又需要 这个中文很难翻译 就是 有人把它翻译成 叫做什么启发式的之类的 那就是 它其实搭配一些 假想 搭配一些 调整 就像你看到 就是 像 我们想那个中文输入法 好了 中文输入很多 像新猪鹰 然后什么香草 香草输入法 或是像新库鹰 反正就是说 像我过去在开发 中文输入法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会做很多 这种 假想 直接找一段 陈氏码给你看好 就是我们会做很多 Heuristic 哎呀 很久没有 很久没有 修改 这段陈氏码 很汗颜 没有几年没有修改了 哎呀 好可怕 哎呀 我们好久没有修改陈氏码 太丢脸了 好 然后 然后那个 比方说我们来找一个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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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在哪里出现 呃 哎呀 我们是不该找 不该拿这个当范例 呃 之 就是呢 我们在那个 陈氏码里面 我们做了一些 做一些 呃 假想 就是说呢 呃 的 好 就是你看到画面中这个 就是 我们以中文输入法来举例 就是因为呃 大家比较好理解的 就是呃 因为如果说用统计学 或什么的就麻烦点 啊 这样你看哦 我们今天要发展这个 中文输入法 啊 像星库印这样的 的输入法呢 它就是依据这个 呃 注音符号 啊 然后呢 就是输入的东西 就是注音符号 输出呢 是一段又一段的句子 啊 或者说 呃 呃 单字单词 对吧 啊 或者是这些的组合 啊 所以它可能是一整段句子 好 比方说今天天气很好 好 那可能是个单单字 然后比方说乌克兰 然后这个就是 单词 好 那也可能一个字 然后比方说 我 你 好 或者滚 对不对 就是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呃 词汇 好 然后呢 呃 像画面这一段程式嘛 好 就是说你从这个画面中 534行到556行 啊 这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去 尝试呢 去找出这个 我们称为叫做break point 好 那这个break point的重点在哪里 就是我们 我们要去断词 好 其实 这个字呢 必须要先断开 好 比方说 呃 比方说呢 像那个 有些词汇呢 就 大家就很容易去 去搞混 好 就是它 它念起来是一个 一个 其实它的发音可能会差很多 啊 比方说呢 呃 我们讲一个 尽事尽事尽事 啊 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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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好了 我知道 我我 我知道你不在讲什么鬼 啊 就是 嗯 哎呦 很难过 好久 好久没有 好久没有 点这个网站了 啊 哎 等一下 那我看一下 我们把它放到哪里去了 嗯 嗯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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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文件 呦 呦 糟糕 我们的 的的的的的的 好 anyway 被你发现好久没写程式啊 哎 我们有个 documentation 等一下 documentation 那不是这个东西啊 好 好 那 啊 不想 不想 忘记 在哪里 因为很久没看 程式嘛 就是说呢 呃 我们断一个字好 比方说 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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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看哦 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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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它是 这个近视 然后呢 也可能是近视 然后近视 对不对 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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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个 很关键的词 好 就是你看 圣诞可以加上面的 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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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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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那重点就不是上脸跟下脸的 我们需要一段很特别的程式码 去协助我们呢 去断开那个字 所以呢 我们就会 川普中那种字 就是什么 知乎者也啦 你的我的 他们的 这些字来断开 但是呢 真正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是像Google这种 它建立一个 Language Model 就是说它依据这个汉语 而且它也可以考虑到这个习惯 比如香港的习惯 香港跟澳门的习惯 中国人民共和国纪念的习惯 还有台湾 加上一些国民政府色彩的一些词汇 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文化 那你能不能依据这种词评 依据它的这个出现的前后顺序 建立一个更精准的模型 所以这些所谓Language Model 它是建构在统计学之上 它是有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指标 但是你可以看到像辛库义呢 当时为了要让这些断织更有效率 所以就提出一种 这种Heuristic 那在排层器里面呢 Big O1的排层器呢 其实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呢 它考虑到一些情境 它加了很多Heuristic 但是这些Heuristic 就是让Big O1 成为令人诟病的地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些的表现 那这边呢是2.4 2.4什么概念 2.4还记得那个时间表吧 2.4核心就在哪里 2.4核心就在这个时间点 对吧 所以它是Big O1的Schedule 那所以看到这个东西有趣 这个东西呢是时间越小就表现越好 那可是很不幸的地方是你看哦 这个 One Way表示嘛 就是处理器的数量 好 然后那个横轴是什么呢 横轴是形成的数量 好 好 那你看哦 这个 如果我排成的数量少 我花的时间短 那我排红色线 就是说呢 我排成的数量越多的时候呢 越多的时候呢 我就花时间越长 好 那整体来讲都是造个趋势 差别是什么 差别是你有一个处理器 两个处理器 四个处理器 八个处理器 好 那你看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你有没有看到 四个处理器的时候还比较多 时间还比较短 到八个处理器的时候变慢的 你看哦 一个处理器 时间最长 这没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奇怪的地方 然后两个处理器呢 时间变短了 听起来还不错 那四个处理器在 四个处理器在这里 所以其实四个处理器是最最什么呢 它是最最快的 但是到八个处理器的时候呢 反而变慢了 对不对 是时间增加了 所以表示变慢了 所以表示什么呢 表示呢 这个这一个这种策略 其实是有问题的 就是Lock的成本出现 好 那这是2.6.0 也就是Big01 Schedule的纳入 好 那这些有趣了 所以你真的要专心看 就是四个处理器 跟八个处理器的时候 好 注意看这张图 在Big01的排程器来讲的话呢 八个处理器 反而这样 反而时间是增加的 好 但是在01Schedule的时候呢 你看八个处理器来讲 时间又更短了 也就是说呢 给你更多的处理器 给你更多的硬体资源 你可以在单位时间做更多事 对吧 因为每一个成本降低了嘛 所以表示你单位时间 可以做更多事 所以换个脚想 在Big01的排程器 Big01排程器呢 在2.6的核心呢 其实它说明了 它的这个Schedule 那这也是当初Redhead 当初这个英狗 这也是英狗的大作 所以英狗呢 它就是一直在这个Redhead 然后投入这个相关的开放 那2.6呢 就是强调 它的Schedule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 它就是以这个东西 以这个作为特征 对吧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不错 对不对 好 那 这边呢 我们就来总结 Big01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它为什么叫Big01呢 就是说呢 挑选任务 然后呢 挑选任务这个关键操作 它的时间复杂度呢 是常数 而且呢 它是针对刚刚讲的Schedule 尤其在Schedule 的系统 注意到它在NUMA的架构下 还是有些缺陷 但是当时NUMA的东西不多 我们讲NUMA是这个 NUMA Wikipedia NUNIFORMEMORY ACCESS 就像这样的架构 所以看到这个架构里来讲的话呢 其实 左侧跟右侧的节点 就左边是一个节点 右边是另外一个节点 那这两者的这个记忆体 实体上是不连续的 所以事实上存取这个跨越 跨越这个节点去存取的 这个成本是大的 也就是说我今天P1 它的存取的记忆体在这里 然后另外一个P2呢 它存取在这里 当我P1要存取到P2 要做资源的分享交换的时候呢 这个代价是高的 这个涉及到中间这个 中间的网路 变化也好 就是在NUMA里面 就是透过网路把这个资源串接起来 不过呢2.4的那个 抱歉2.6的年代呢 能够在S&P有很好的进展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 此外呢 它也针对这个Affinity 这个Affinity呢 我们前面在这个讲座的 一开始有跟大家讲过 这是那种 这不好翻译 就是有的翻成亲和利 但我觉得这个词不太对 其实应该是那种相互吸引 或者说一个像那种婚姻关系 婚姻关系就是一个制约 就是说你两者不见得有爱 但是两者至少会受到法律上 或者某种形式的规范 这比较容易理解 有的会把它写什么 异性相惜 同性相次 这个在今天来讲 好像政治不正确 所以我们就避开用这种词 但是不管怎样 这个就是Affinity 在Big O1的Schedule 其实它是有纳入这个考虑的 然后注意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任务 指派到特定的CPU核上面 我也可以去做Lobens 就是有必要的话 可以去把这个负载 就是搬迁到另外的处期上 然后 Big O1 不只是在Schedule 有所突破 其实它也开始着重在这种 interactive processes 就是说 它其实着重就是说 我需要那种高度互动的 它也做一些调整 但是这个调整 其实是刚刚讲的 Heuristic 就是说 它的Big O1 是讲说挑出任务的 实践复杂数是常数 但是过程中 它针对一些情境 去做一些调整 也就加一些特例 那这些特例 其实就是 影响到Big O1 它的这个广泛的 这个采纳度的一个因素 然后在这个设计来讲 它的想法已经想到这个公平 那个公平就说 反正就是说 在 我们会让高优先权任务 它取得多的资源 但是第一优先权任务 不至于的完全二十 只要给你够长时间 终究还是执行得到的 所以某个角度来讲 它可以是公平的 那只是说 这个公平可能不是那么全面 它在量化上 或者在表现上 可能有失工 就是不是那么完整 但是它是已经考虑到这件事 好 然后它的 在不管是高的负载 或是低的负载 其实都不错 所以某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挑的 好 先记住这个 先记住它的行为 那接着我们来复习 复习这个之前讲的东西 还记得之前讲那个静态 静态的优先权 对不对 然后还有讲那个nice 然后讲这个0到139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绿色部分是什么呢 这就是real time RT schedule RT priority 对不对 然后呢 右侧呢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是 对应到传统nice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地方 这是Big O1 Big O1呢 它就像刚才提到的 它挑选任务呢 是常数时间复杂度 但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那就是依据优先权 你计算出来 任务的time size 是什么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有趣 100在哪里 100在这里 对吧 好 然后呢 注意到这个 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排列 这边 就是 这边 富有时就表示 人很快 可以取得比较多资源 那19呢 就是表示吗 人太好 所以它的这个 优先权低 所以你要往左边看 好 然后呢 看到这个东西有趣啊 如果呢 你分配的东西呢 是这个100 就人很坏 人很坏呢 可以分配得比较多时间 好 然后呢 再来是101 101就在旁边 它分到780 然后呢 到105的时候呢 已经到700了 你看到100到7 105 你就觉得好像没有差很多 对不对 但是它的 这个落差很大的 然后呢 那我们看 人最好的时候 发生什么是 它只分配到5 所以看到有趣哦 这个呢 这个是100 这个是139 但是呢 坏人呢 拿到800 好的 拿到5啊 对不对 你会发现什么 什么事情 不公平啊 政府打压 对不对 好对不对 就是认识 所以你看 这个呢 Big O1 虽然它前面都是优点 但是呢 你从分配就发现 问题出来哪里了 问题就在说 有些人跟它分配时间 那个落差很大 好 好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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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不关键 废话 这当然关键啊 所以你要知道一个 一个议题 就是 当初的O1的 O1 schedule 其实当初呢 早就发现这些事 所以它的 补偿策略是什么呢 它的补偿策略是呢 它会提出一些 Bonus 这我们等一下会谈 但是如果没有Bonus 或是Bonus的介入呢 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率的时候呢 就发生悲剧 那么再延续刚才的讨论 所以你看哦 如果呢 我们再 把这些数值呢 做这个延展 所以你看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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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设计的时候呢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有趣 就是 我们刚才不是讲到 这个表格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讲 这个东西呢 其实也是很有趣 就是说呢 我今天这个 优先权 跟这个 它的数值变化 因为139呢 是好人嘛 最少 你看它隔壁的东西 138 你看有趣哦 139跟138 不是隔壁吗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东西 差了两倍 然后呢 像那个 119 119跟120 对不对 119跟120 它是邻居啊 对不对 它竟然差了什么 它竟然差了四倍 所以看到 这个问题呢 其实 让你发现一件事 就是 你可能认为说 这个应该是一个 线性关系 对不对 就是nice 但是它不是 你从那个分布 你发现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指数关系 就它的这个 依据它的时间来讲 你本来以为它是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单纯的事 但是 但是你看 可以看到这个时间 都落差很大 你看 人太好的时候 这个时间很早 人很快的时候 拿到什么 800 对不对 还记得那个值吧 800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它看起来是线性的 但是这个 这个落差非常之大 好 然后呢 这件事呢 还有一个更严重问题 就是呢 如果呢 我今天 有更多的CPU 我们今天讲的CPU 是那种SMP那种 对称多处理器的 那这些时间呢 就会把它放大 对吧 就是说 我今天呢 依据优先权 跟它的对应的 Time Size 如果今天有机会 在不同的处理器 比方说 四个处理器 不同的处理器核上面呢 可以 照着比例来执行的话呢 那这件事呢 就这个时间落差会 等比例的变大 好 那这件事会冲击到什么事呢 其实你看 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 这会冲击到那种 Batch Job 这个Batch呢 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系统里面呢 会有一些所谓的Batch Job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跟你讲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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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一些优先权比较低的 好 注意到这个 第二个栏位叫什么 叫做 叫做PID 好 然后 我们可以用 用这个 EO EO 可不 我们要做什么 好 没了 AUS就够了 好 所以就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看什么东西呢 看 我们可以看一些任务 像有些 就是你看啊 这边有那个root 然后 你可以先忽略这个root 因为这台电脑就是 为了要的有负载嘛 很忙的样子 就是 就是 为了要有一些事情给你做 不然电脑太干净的时候 你不知道还在干嘛 好 但是呢 这上面呢 那总是有些任务呢 是优先权比较低的 所以 例如说 我来找我之前 自己跑的 我自己跑的 这个几个任务 那 这几个呢 就是刚刚属于 优先权比较低的 那这个东西呢 跟那个 桌面系统有关 然后呢 像这种任务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 它会去扫描 档案系统的资讯 好 那这个 扫描 档案系统的资讯呢 这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它没什么 太大问题 但是呢 一般来说 它的优先权比较低 但是它 终究是 终究是要 要执行的 对吧 所以 它只是优先权比较低 但是它要 它的责任就是去扫描 档案系统 比方说 有些档案变更啊 应该这种经验就是 当你打开一个 档案 那这个档案呢 在某个时间 删除掉了 那这个 桌面系统就提示 你说 这个档案被删除了 那你现在要不要 重新载入 或者这个档案 内容变更了 比方说 你现在打开一个PDF 叫做A.PDF 那结果呢 在某个时间点 A.PDF变更了 所以那个 像刚才 刚才讲的一个程式 好像GBFS 这种程式呢 它就是通知你 去扫描 扫描档案系统 那这种程式呢 一般来说呢 它会 优先率比较低 那 但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种 这种任务呢 因为它的优先率低 但是因为前面的这个 前面的这个 计算方式 对不对 你看优先率低的 跟高的 这差很多 所以为了补偿 这种低优先率的任务 那这个系统呢 它会怎样 每个五 mistake 去变更它的那个 变更它的nice值 然后 但是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这是一种 补偿策略 就是说 我的优先率太低了 对不对 那每个月的时间 我去做 做必要的那种调整 好 但是呢 因为这些任务呢 它往往还是要跟 高优先权任务去做互动 或者说 它可能还是要回应一些 某些事件 所以 这个时候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这种需要回应 使用者事件的这些 的行程 跟任务呢 我们称为叫做 interactive process 然后呢 但是呢 它其实需要那个短期内 比方说你打字 或者你玩游戏 对不对 你当然希望很快就可以回应 然后 它是很频繁的 但是会得到什么 得到比较高的times size 然后 那反过来说呢 这个 其实呢 需要有效去使用这些处理器 比方说这种背景任务 对不对 如果说分配时间太少了 少到做不完 它就得到 它就得到很短的times size 所以长远来讲的话呢 会变成说呢 呃 会变成什么事呢 就是汉语里面讲的什么 会哭的小孩有汤吃 对不对 就是你很忙 一直敲键盘 打字 然后哇 这些什么 这些这个 呃 这些任务呢 反过得到比较长的 这个times size 那反过来说呢 那种背景执行的程式呢 就算做了补偿 但是本质上 它就是很容易变成 它的times size就变少 所以 后来呢 为了这件事呢 就 heuristic又加更多了 所以最大 那我们刚才为什么特别要跟你讲这个heuristic 就是因为 虽然Big O1看起来很理想 但是呢 在表现上呢 就是会有这种缺陷 而且这个缺陷呢 是 呃 呃一旦遇到 那就是拿更多的补偿来做 好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在呃 Big O1的做法是这样啊 它有个 正负 正负的补偿 好 所以就说呢 它如果发现了一个一个任务呢 它 它是 它它它等待时间太太久了 好 等待一些像Io的操作 好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 Big O1的排程器就 每隔一段时间长着把优先拿上去 好 来看说它是不是 又又继续线路着什么 线路这种等待 好 那反过来说呢 像那种很积极的任务对不对 像刚才讲的那种积极的 好 就是会有打字的 但是你想打字中有时候不是那么重 不是那么重要吧 因为它只是 它只是一直醒来 一直回应这个使用者 好 那 它的优先略低其实没关系 但是依据Big O1 它过一段时间差不多 它就会 它就变高 好 就是它的可以占用更多的这个 呃 更多的time size 好 那这个来讲话呢 对使用者体验呢 是会有 就是 就乍看之下 好像 诶 回应的比较好 但是因为做任何事都需要对应的动作 它不是只是 会哭的小孩有糖吃 很多东西都是需要相互的协助的 好 所以呢 在2013年呢 就有开发者 就有这个开发者回应的问题 他说什么事呢 他就说呢 他尝试去做那个 OGG 就是 音乐的那个播放 然后当时呢 大家打开这个X X就是X Windows System 就是那个 你在Linux上面用的 那个视窗的系统的 这个基础 就是X 他全名叫X Windows System 但是 你可以简称叫X 然后Conquer是 KD KD的那个 内建的网页浏览器 跟档案总管 KD的Conquer Conquer 然后 这个 这个在KD 是个很重要的技术 就是 他把网页浏览器 档案总管 还有一些 资讯的那个 展现 整合在一起 这算KD2 KD第二代 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你看 他就说什么 我想要一边听音乐 一边看网页 好 然后呢 这个 但是一个悲军是什么呢 这个悲军是说呢 这个CPU呢 过一段时间 过一段时间 其实他发现说 因为这个Bonus的存在 导致 像这种背景播放的OGG 其实他没有 他没办法播音乐 因为 我一直在看网页 我一直在做 这种 那个什么 那个 这个 前景的操作 就是一直跟他讲 会酷的小孩有汤吃 但是 在背景播放的 任务 你看 在MP3的播放来讲的话呢 除了 去做抵扣 其实他需要什么 需要对音效装置做写录 他要等待这个IO 因为音效装置的写录 跟他的状态读取 其实是耗时间的 所以 他的IO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那但是呢 2003年就有人遇到这种事 对不对 就发现什么 就是 前景的任务 好像得到很多CPU资源 但是背景任务 资源就太少了 然后 所以这导致呢 一个很大问题是 这样的话呢 其实不是使用者期待的体验 对吧 因为 这件事 让 整个系统资源呢 使用的非常的 就是 在资源使用的 其实就是有这种潜在的疑虑 所以 这个Huristic的方式 就一直在改 那Bonus的演算也跟着改 那开发就是开始想 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去跳出这种限制 为什么会有这个Bonus 就是当初为了要 让这个Big O1的 排程期 可以让任务挑选 还有这个Q的切换 可以做到这个常数时间 但是为了要做到常数时间 然后呢 包含说他后面的一个计算 这也是为了做到常数时间做的事情 但是这种比例呢 其实是很不理想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了 然后呢 就遇到这个会哭的小孩 有糖吃 然后闹得越多 得到越多的资源 然后背心跑了 他就不够 那用了这个Bonus呢 一定程度呢 可以去补偿 但是这个补偿的机制呢 如果他不够有效 或者说呢 他的可能适用A 就不适用B 所以长远来讲话呢 这都不是我们期待 期待看到的这个结果 而且更惨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Bonus呢 在后面的时候呢 又继续改 继续改的时候呢 这个状况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 因为当初的Bonus的提出 就是希望 可以去界定 什么东西是 Interactive 所以呢 可以看到说呢 当时这个开发者 帮你英口在内的开发者 他们花很多心思 去观察这些资料库啦 观察这些 应用程式间的行为 所以他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Bonus的设计 可是这样的一个Bonus设计 你看哦 就是 形成的优先越高 他的这个Bonus就 就越低 然后 所以在这边来讲话呢 他就会认定说 这样的一个 比较小的这个Bonus的这个程式 他是那种Interactive 就是需要跟这种 使用者互动啦 或者说 有更多的这种 事件要列入 可是呢 这个其实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反过来说呢 如果呢一个 如果这个行程 取得比较大的Bonus 那这会导致什么呢 就是导致呢 它Bonus加得太快了 所以反而呢 这会太容易去霸占这个资源 再讲一次啊 Bonus的存在是做一个补偿 但是呢 这个补偿呢 如果做得太过分 所以导致什么呢 就是如果某几个任务呢 它取得太多的Bonus 它会去Dominate 这个这个这个 因为 因为 问题在出哪里 问题就是这个时间嘛 就是 我一次如果加一点 这OK 加加一点 但是你到了这个 比方说零这个 这根本就叫零界点 对吧 你看哦 这个突然冲上去 所以如果刚好有些任务呢 它突然跳太多 然后又跳上去的时候呢 就要什么 就是它很容易去霸占系统资源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在2007年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极端的状况 就是说在这个系统 这个双核的这个系统 在单核跟双核的系统 然后呢 它发现什么事呢 就是四个 在上面分别执行四个行程 跟八个行程 有可能因为这件事 就是因为那个Bonus 加的太快 霸占了硬体的资源 哎 你有没有发现 整件事不对劲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Bonus问题 但是问题啊 如果不用Bonus 那个对比又太大了 所以应该要有一个 一劳永逸的方法 所以你大家发现 所以这个 所以不是时间复杂度是 O1 我们就说它是理想的 因为这样的表现 是很大的问题 好 那这边呢 来总结呢 从Big On 也就2.4 到2.6的时候呢 到底做了什么改进 2.6呢 让关键的这些操作呢 可以在时间复杂度完成 然后当然中间加很多 Heuristic 那所以 虽然这个 看起来它很理想 对不对 它就是时间复杂度 常数时间复杂度 达成 重要任务 但是呢 很多问题呢 是在什么 修补啊 跟那个前面的Heuristic 所以尤其是这个 那有这个严重问题呢 就有人去做这个修补 那这个修补导致呢 它这件事就不会是 常数时间 这样可以理解吗 就是整体是 就是重要操作是 常数时间复杂度 但是 因为你要做这些Heuristic 你要做这些前面的Bonus 你要做各式各样的修补 让这些不再变成什么 不再变成这么关键了 而且更惨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越来越多的Heuristic 加进来 然后但是呢 某些状况好了 某些状况就差 所以 又需要格外的东西 对不对 你会发现 这个 有没有发现 这不就是我们台湾的教育啊 对不对 我们广涩大学 想要让好多人可以受教育 好 让很多人可以读书 但是呢 广涩大学之后呢 又让大家的学历贬值了 对不对 让大家的学历呢 不是那么好用的 以前 以前跟大同大学 的毕业生 可以拿到不错的工作 对不对 他可以进入大同企业 或者去 很多公司可以 发挥所长 但是现在来讲 大同大学的学生 可能觉得说 我至少要考上一个 成大的研究所 否则我这个 我的学历会被人家 对不对 用别的方式来看待 但是 不代表说 他们没有学到东西啊 但是就是 对不对 他学的东西 跟人家期待不同 然后更惨的地方是 这种事情在发生的话 就是 洗学历变成一个常态 那变成大学呢 就是一个 洗学历的一个 推破助澜 那当然老师 有没有认真交起 也不是重点啊 对不对 反正老师的成就 是在别的地方上 所以呢 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越来越 越来越多 那 O1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人们发现不对劲 你看 这个 底下这个报告 对不对 2007年 那 2007年呢 这也是整个问题呢 就是越加越多 那 所以 人们开始思考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更 一劳永逸的方法 去面对这些问题 好 那这个呢 在我们实际面对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漫画 就是 大家可以看那个SK7D 那上面有很多 有趣的漫画 那其中有个 有趣的漫画 就是 就是画面中这个 就是有两个人 那这个 其中一个人说 哇 我设计一个很厉害的 这个 对Ninscone 做了很厉害的修改 做很厉害的调整 让它可以支援 4096个CPU核 然后呢 可以做好多事 过去只能支援1024核 然后现在可以支援4096核 哇 这个好棒棒 注意那个时间点 那个时间点 其实大部分的处理器 只有8核 或者是更少 但是这个开发者就说 哇 我好厉害 我让原本1024 变成4096核 哇 我电脑 我只做了Ninscone 让Ninscone 做了很多事 但是呢 那个年代是这样 就是 那个年代 Flash还活着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Flash 就是一个 一个动画的一个格式 那它可以做一些 互动 互动的这个动画 然后 然后当然现在被取代 被HTN5取代了 但是就是 那个年代 其实Flash是 说明一个电脑效能的一个 重要的参考 那你看 这有点像 O1Schedule在做的事情 就是他们花太多心思 在Schedule 所以他做很多Bedgemark 说哇 这个东西好棒棒 对不对 还记得那个Bedgemark 对不对 就是那个 越多核 我的时间就越短 我好棒 对不对 但是问题 就是人们在意的事情 永远是很单纯的 比方说 我播影片顺不顺畅 玩游戏顺不顺畅 所以 Big O1的Schedule 就遇到这种问题 后来花很多心思 去做这种调整 花很多心思 在这边去加 HUVSTIC work 但是这些东西 反而让这个系统 变得更复杂 所以势必 我们要 把Big O1 推翻掉 否则你总是陷入 这种数字的游戏 好 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到 两栋 栋栋 休息到 两栋 栋栋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 从这个SKCD 这个漫画 这里面漫画 很多有趣的事情 但你可以看到说 开发者 跟 我们讲的 终端的使用者的 往往 他认知上 是很大差异的 然后 这也是说明 Linus的桌面系统 为什么一直 很难发展 因为毕竟 开发者 他们背后的 数据不同 你看 投入Linus核心 发展的公司 有几个 像Google Facebook Intel 这些公司 他们在 资料中心 在 这种 伺服器的市场 的成长 显然的比 在桌面 他们更在意 像桌面系统 来讲的话 Intel 每年还是有 对应的产品 但是 成长量 已经没办法 跟资料中心 相比了 现在能够驱动 MD 真正驱动 MD Intel NVIDIA 这些公司的成长 其实很重要的动能在哪里 在资料中心 所以 这上面的Linus核心发展 当然要针对这个部分 因为前面讲过Linus核心的 九层 是 九层开发者 是受 受雇于这些 这些公司的 所以这个 这没什么 令人意外的地方 但是 真正关键的地方在于说 桌面 桌上应用 Linus的桌上应用 其实往往就是一个 被牺牲的 也不是没有开发 就是 可能会有些很酷炫的技术 被发展 但是 它的这个发展 标的 跟 发展的目标 跟 这些开发者的走向 往往会有些冲突 好 那还记得我们刚才讲的CK 这时候CK就出来 其实CK 出现很多次 就是我们 我们略过一些 一些 比较琐碎的点 那 CK呢 在2007年呢 他就针对这个 Big O1 这种 一直修修补补 的问题呢 他就提出一个新的 一个排程器 然后这个排程器呢 呃 他可以缩写成叫做 叫做SD 就是像那个阶梯一样 阶梯一样那个Dainline 然后也可以叫做RSDL RSDL 然后 所以你有时候看一些文件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看比较困扰一点 就是因为这两个词都存在 那CK的想法变得很单纯 就是说呢 呃 为什么 呃 为什么BIG O1会有这么多问题 就是 就是他花太多时间去 满足各式各样的KPI 去解决这个Scapital的问题 但是呢 对一般的这个End User 对一般的这种桌面的情境 或者CPU扫的这个情境呢 往往在一边是说呢 呃 他对应的时间的分配 好 所以 呃 CK就想说 好 忘记那个BIG O1 好 我们呢 就就想成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分不同的阶梯 诶 分不同的阶梯呢 然后他有对应的任务 然后你发 你说 这件事不就是我前在做一种课本 一开始看到东西吗 叫做什么 这 叫做Feedback Queue 还记得吧 好 怕你忘记了 我们本来看 Multi Level Feedback Queue 诶 这个不就是Multi Level Feedback Queue 对 而且这东西呢 Multi Level Feedback Queue 什么时候出现呢 1960年代就有了 所以呢 CK做什么事情呢 他把 1960年代就存在了Multi Level Feedback Queue 重新搬到Linus核心上 好 因为当初呢 O1花了太多力气 在解决SKB2的问题 那后来呢 CK想到说 不对啊 这件事 就是 你想那么多 但是 我们一般 使用者的需求 其实被牺牲了 所以 他这个就是把这个 作业系统呢 在1960年代 就提出了这种 这种概念 重新搬过来 这搬过来的时候呢 就是像画面中这样子 就是他有这种 依据不同的优先权 那他可能有不同的任务 那我这个阶梯呢 是可以的 他是可以去 依据他的需求去变动 所以他就 他可以 他可以一开始 会有一个Timesize 所以比方说他是一个 比方说 6米 Second 然后呢 接着会依据他的这个 Interactivity呢 去做变动 所以就像你爬 爬阶梯一样 就是 我发现你需要更多时间 就给你调整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发现了你没有那么 对那个资源那么大的需求的时候呢 那就做更细致的调整 所以关键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 这一套方法呢 很简单 而且这一套方法呢 其实不需要Huristic 我不需要 认为说 一些反复的去加 什么Bonus 因为这件事 他可以变得 很单纯 他的计算 标准就是说呢 我一开始有值 然后呢 我之后怎么调 我走一步 走两步 走三步 看你怎么走 我就不需要 依据前面讲的 就加了很多 很特别的Huristic 而且 一旦呢 Big O1的Schedule 加入这些Huristic 之后呢 其实他就不是 纯粹的一个 常数时间 这不难理解吧 因为他就是 在常数时间基础上 加了很多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已经让这个系统 已经什么 没有到一面目全非 但是他就不是一个纯粹的 但是 但是CK的想法 真的很单纯 而且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CK在 在2007年提出这个机制之后呢 获得很好的评价 甚至Ninus Thomas在2007年的3月说呢 哇这个CK做的东西不错 然后呢你看 他说呢 我认同你的修改 而且这个东西呢 我准备要干嘛 我准备要 要整合了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很酷啊 对不对 就是说 Ninus Thomas也认为说 这套方法 单纯多了 而且呢 不需要有什么 特别的状况 所以你看 他说呢 你看 unhappily try something like this 所以就是说 也许呢 在下一次的那个 merch window 注意到我们这边 讲到那个 Linus核心的这个 开发 这边讲一下这个 Kernel的开发模式 你看到画面中 这边来讲话呢 刚好在 今天 其实今天 这是美国时间 4月3号 相当于是 台湾时间 4月4号 就今天 然后呢 就是 你可以看到 这边来讲话呢 稳定的版本是什么 稳定版本是 5.17.1 这是稳定版本 但是稳定版本 其实不是只有一个 5.16有个稳定版本 然后呢 还会有 LTS Long Term Support 所以比方说 5.15是Long Term Support 那对应到 Ubuntu Linus呢 他就会用这个5.15 那当然也可以选5.10 那这些Long Term Support的 这个Kernel呢 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通常是会有些公司 他先加入Linus的基金会 加入Linus基金会之后呢 比方说像Hitachi 那你知道Hitachi是这个工业大 Hitachi跟Fujitsis 都是那个工业大厂 所以比方说呢 他们很可能都还在用 4.14甚至4.9的Kernel 好 那但是这些公司呢 如果他还在用4.4的Kernel 或是4.14的Kernel 这显然是很古老的Kernel 对不对 然后 所以这些公司可能会蒙受 资讯安全的资讯安全的冲击 那这些公司呢 怎么遇到这种问题呢 是很苦恼 对不对 那所以他们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他们就是一起出钱 给Linus基金会 让Linus基金会把这个钱 拿来雇佣 某些核心开发者 让他可以专注在 维护这些版本 比方说像那个Greg Ketch Greg Ketch 是LinusKernel第二号人物 就这个 Greg Ketch 然后 就是 就是 他负责非常非常多部分 然后从 从十年前开始呢 他正式为Linus基金会工作 那他为Linus基金会工作呢 其中有个工作内容 就是去维护这些Lontus Support Package 所以就是说呢 这些公司 比方说Hitachi Fujitsis 或是说高通 这些公司 他只要付钱给Linus基金会 那Linus基金会 就会付钱给Greg Ketch 或者是相关的开发者 让他去维护这些版本 所以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像刚才讲的 这些公司可能还在用4.9 但是 就一直会改版 所以你看 在2002年的3月28号 4.9的客统还是改版 所以你看 4.9一开始什么时候释出的 4.9 什么时候释出的 很久以前了 好 来看看4.9 4.9 什么时候呢 顺便会让我复习 4.9 4.9第一次释出的时候 是在2016年 所以你看 2016年到 2022年 已经过了什么 过了6年了 但是 依据 他的这个Support EOL 就是End of Line 所以像这个4.9 客统一路会更新到 2023年的1月 所以对这个 刚才讲的这些大厂 Titachi 福气之中大厂来讲话 他就是只要用这个 Long-Term Support 就可以用 这是一个 5.15也是一样 他会 他会有堆到 5.15 他会到哪里呢 5.15 就是预计会维护到 2023年的10月 所以像那个Ubent Linux 他就采用这个LTS版本 那包含说我们的书本 我们的书本呢 是这样 就是我们书本 目前依据的是5.10 就是刚刚看了这么书 是那个5.10 好 那所以我们就会确保说 内容 因为5.10会更新到2026年 所以这也是我们选这个版本的原因 因为我们的书很可能 到2026年还会再更新相关的材料 那当然在我们如果 在今年发布个公开版本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跟到下一个 Long-Term Support的package 也许 Long-Term Support Kernel 也许是5.15 这个还在规划 那如果说你对这个地方 太有兴趣了 那一定要跟我联络 看看可不可以一起合作 加速这个过程 好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Long-Term Support 那这个Stable的话 就像5.17 5.16 就是我们会选个 所谓的这个 适合让这个 开发者去尝鲜的 去使用的 好 那但是有一个东西叫Mainline Mainline就是说呢 这是由Linus Towards 自己去管的 所以你看像这个Mainline 你在哪里可以看到Mainline呢 比方说像在 这里 最后这个Repository的那个网址 这是在Github 那ToWars就Linus ToWars 那Linus 所以这边的反应的话 就是Linus ToWars的 它的更新 所以你看到这个 好 所以你看到 这个5.18 RC1 就由Linus ToWars 他在Linus Foundation 工作 然后 也不是工作 反正就是他的 支持他自业的 基础建设之一 好 那所以你看到 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5.18 目前是候选 候选版本 然后呢 在候选版本之前呢 其实都会有这种 一大堆的Match 所以 为什么刚才叫Match Window 就是说你看到 像这个 这个就是Trace的改进 然后这个就是Clark 那在上面还标 ForLinus 就叫Linus ToWars来Match 所以你看到 在5.18 释出之前呢 就有一大堆这种Match 那你注意看那个时间点 你看到这个时间点 4月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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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标 就是 大家猜出来 什么叫Match Window Match Window 就是说Linus ToWars 在这个时间内 就会把 来自世界各地的开发者 所有的贡献 把它整合进来 所以他会有一段时间 很忙碌 好 所以你看到 这个4月 几号呢 4月 你可以看到很多修改呢 集中在4月2号 跟4月3号之间 就是因为Linus ToWars 要做这种必要的这种调整 跟修改 调整修改测试 好 那在2007年的3月的时候 Linus ToWars看到CK的东西 哇 你这个东西太棒了 然后说我很愿意 我很愿意说把Match 而且早点Match进来 所以看 乍看是这样 你看 哇 这个什么 这个麻醉医师 对不对 你看 我们 我们就会讲什么 斜杠 斜杠医师 站站站站 但是呢 中间跑出了程咬金 注意到 Linus ToWars在3月的时候说 我再下一次的那个Match window 就会把这东西合并进来 所以他先观望 先让这个社群上的开发者 去表达他们的这个 去测试 好 但是呢 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 4月 英狗跑出来了 英狗说什么 英狗说 我 你看 注意看这个东西 他说呢 这个 他说呢 我在3月的早 不是 星期三 我在4月 4月某一天的那个 早上 然后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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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8点就起来工作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 我在那个62小时后 也就是星期五 把这个新的修改 丢出来 所以此时刻 大家看到我的修改 就是 我经过62小时的奋战 那当然 有睡觉了 就是 就是很忙碌工作 然后他说 他说什么呢 我做这个CFS呢 是跟谁致敬呢 就跟这个 CK致敬了 然后他说呢 他的一些经典想法呢 其实就是来自那个 来自 那个 麻醉科医师 给我很多启发 虽然我没有吃了 奇怪的药 但是 我做了很酷的东西 然后呢 注意到呢 一直到今天为止 一直到今天为止 那个 林斯克罗的 排程期 其实还有 有CK的影子在里面 RSDL RSD 要找Fair 就是 这个 你如果 他叫SD 所以这个很讨厌的嘛 一下叫RSD 一下叫SD 其实 一件同一件事啦 然后你看到 在林斯克欣的这个Fair Schedule里面呢 其实他就是向CK致敬的 就说你看这个 This idea comes from 所以就是说呢 这是来自CK的想法 好 但是呢 这个 不过你大概猜出了结果啦 因为 CFS呢 从2007年被提出来之后 就一直成为预设的排程器人 那请问CK 对这事满意吗 哎 这就是很好问题啊 这个其实 某个角度想 其实有点像 就是 杀出一个陈咬金 而且呢 英狗自己是那个 排程器的维护者 他说呢 这个 这个区域要做的修改 不多 那就是说 这个62小时内呢 这个 那个 英狗看到CK的东西呢 他就觉得 他就大受启发 然后他 他可以重新做一个东西 然后 他说呢 其实要修改的程式码不多 但是 有发挥他的效益在 然后 那这个程式码很快 就整合到2.6.23 然后 最终的结果导致什么呢 导致CK 放弃 开发Kernel 因为他就只有灰心啦 因为 CK做这个 做这个 RSDL 或是做SD 做了一阵子 也获得很多人的赞扬 帮助说Linus 和他在内 所以 他本来预期的这东西最终会合并到Linus核心去 但是英狗呢 把CK的想法重新做一次 然后 那很快呢 就Murge到Linus核心了 这个新的一个机制呢 虽然导致一些不愉快 尽管 尽管 英狗还是在程式码里面跟CK致敬 但是就是毕竟 这些冲突就在了 主要这是一个买笔 这是一个伏笔 之后还有 之后还有这个 调整空间 好 那这个CMS呢 它的主打的地方就是这个Fair 但是这个Fair 在讲的东西呢 是站在什么基础上呢 它是站在一个上帝视角的基础上 那所以他持做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 真的叫做Persessor Sharing 就是因为在O1的Schedule的年代 花了太多利器在干嘛 花了太多利器呢 去确保这个操作呢 是长出时间 花了很多利器呢 是解决到Schedule的问题 让它忽略了 这些优先群 跟这个 它的时间的比例 好 所以往往呢 这个过去的问题就在什么 过去的问题就是在那个 过去的问题就在说呢 其实很容易就创造这种Unfairness 就是说 一个任务 它的优先率低 那或者它优先率 它的城市呢 它是背景城市 就导致呢 它就没办法占用退步时间 那反过来说呢 像前面讲的 会哭的小孩就有糖吃 对吧 那就占更多时间 所以在Schedule的想法就是说呢 就把那些Heuristic 把那些Bonus 全部丢掉 有没有可能不依赖Bonus 不依赖那些Heuristic 所以它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 它设计一个东西呢 叫做Virtual Runtime 好 Virtual Runtime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 我们来看它的Virtual Runtime Virtual Runtime 图片太多了 有时候找起来挺麻烦的 所以我们为了写这本书 花了多时间来学习什么话图 如果说你对那个话图也很有兴趣 欢迎跟我联络 因为我们蛮多东西要重新换的 因为Linx看到很多文件 就是很多文字 这导致阅读上跟传递上的困难 我希望说我们这本书可以多一点图片 而且这个图片是向量制图 因为很多图片 其实很多人做投影片也画了很多很好的图片 但是你看像我们这个图片 就是尽可能都是用向量制图 虽然它不是很好看的 但是就是它放大缩小 就是不会有什么严重的这种形变 好 那这个Volture Long Time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呢 我们会有一个相对 不是相对 我们会有一个时间 我可以把它认定为一个绝对时间 就是墙壁上的时钟 就是我们最终的依据 好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趣的地方是呢 因为在排程过程中呢 总是会发生这种 那种跑背景的城市 它优秀率太低啦 导致它根本分配不到资源 所以势必呢 我们要有一个方式呢 去解决刚才讲的unfairness 对吧 因为就是说 这种unfairness 我们终究是要去 终究是要去克服的 所以在CFN的想法是说呢 它把这个unfairness 把它反映到这边的Volture Long Time 也就是说每一个任务 它还是去记录它自己的时间 但是这个任务最终呢 它的时间怎么去反映 就取决于它的调整 所以你看哦 这个有趣的地方是说呢 我们的Volture Long Time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对于第一优先权的任务呢 它的这个 我就把它的 它的时间把它拉着长一点 所以它的这个 它的Volture Long Time就比较长 然后你在上面跳一格 跳跳跳跳跳跳龙 就是这时间就拖得比较长 那高优先任务是这样啊 它这个时间就比较短 就是它的这个 应该要写Shorture吧 然后就是说呢 它这个 就是它这个 往前走 就是 始终是这样啊 但是我就这样 这样走 慢慢慢慢的走 然后那个第一优先任务呢 我就是相当于走得快 那所以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 这反应的事情 是 优先权 跟时间变化 并不是像那O1那种 就是一个 一个差异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我们有一个 一个调整 而且呢 过去呢 像那种 跑背写的 为什么它很容易被牺牲 就是因为它没有被 被挑到 所以呢 在这个CFS里面的那个Fair 它的关键在哪里 它今天设计一个 这样的一个Volture Runtime 然后呢 这Volture Runtime Voltime里面呢 我们去找 如果它里面呢 它是越短 这表示呢 它越不公平对待 然后反过来说呢 如果它的这个时间 像这个 黄秉重啊 就是说 它的Volture Runtime 跟那个 跟它的那个 实际时间是一样的 就表示它 它是被 就是公正看待 那反过来说 如果呢 我这个Volture Runtime 就是这样 就是短的 然后我们让 幼钱高的任务 它有 比较短的Volture Runtime 我们让第一优先选 的任务呢 它Volture Runtime 长 所以呢 对我上面来讲 我 我 更新时间 好像是在更新 它也是在更新 但是 它的长度是不同的 所以 所以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这个 排层来讲的话呢 我们的排层策略是什么 就是挑出短的 最短的Volture Runtime 好 再讲一次 所以这件事 真的很有趣啊 就是说呢 它会有个权重 这个权重呢 就是依据 优先权去调整 这个权重 对吧 然后呢 最后呢 它会创造出 刚才讲的那个 Volture Runtime 那缩写叫Volture Runtime 然后 这个值呢 它可以跟 真实时间是对齐的 但是呢 它也可以因为 那个你的权重 会导致 长跟短的变化 好 那反正不管怎样呢 我总是呢 跳出短的 好 那跳出短的话呢 这个 这个东西的价值在哪里呢 就在说呢 我一旦跳出短的 那之后的时间呢 我只要有办法 有一个 有一个 加权机制 好 所以过去呢 在Big O1的Schedule来讲话呢 需要透过那种Bonus 去加 还记得正五 跟负五 对不对 去调它的那个优先权 好 但是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有更大的弹性 好 就是因为呢 我只要 确保说 我的W2Runtime 它是够短 好 那我被排进去 被挑出来 几乎就大 好 那 这个权重呢 又可以反映到 这个CPU的什么 CPU的比例 好 所以我变成说 它的那个Weight Function 就变很关键 好 所以在这边来讲话呢 在设计来讲话 就会有它对应的 这个 它就会有对应的 这个 像这个Weight Function 好 那所以 这里面呢 你再次又看到数学 就是你看 如果说你有上过的课 就会发现说 我们在数 我们讲的数学 不是什么抽象数学 我们讲的数学 是实用数学 比如说这些数学 它可能用到高中的数学来 会一部分的这个机率统计 就 也不是特别难的 那所以最后呢 比方说以这个Weight Function 来讲话呢 画出来的 它就像这样 就是 以Nice值跟它的 这个权重 就有这种关系 然后注意到为什么 它故意挑一个1024 这个很重要 因为1024来讲话呢 它就是 Power of 2 2的Me 然后呢 这里底下呢 有一个预先计算好的 一个数值 然后它让每个数值呢 就是差距是10% 就是每个数值 几件差了10% 那从这个表格呢 去降低运算的那个需求 那底下有一些 那个探讨 那就是有兴趣 可以去去看 那个科农官方文件 或者是跟我有这本书 来做这个探讨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有趣的一个机制 来讲的话呢 它本质上呢 我们在分类上 可以叫做 叫Proportional Share 就是它 终极的目标 是要做Persetal Sharing 但是呢 这个在分类上 我们称为叫Proportional 就是用 一句比一式的这个分享 因为呢 我们总是挑选出 最短的Virtual Run Time 好 那这个Virtual Run Time呢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于说呢 其实这件事呢 是可以 透过刚才的那个Virtual Function 而且这件事呢 也可以对应到 CPU的 CPU的配额 好 所以这件事呢 就不是只是看说 那个NICE 只是跟它对应的那个 对应的Time Stage 好 那所以CFS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本质上 它就是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呢 它让你可以用很 单纯方法去执行 比如说我总是挑选出最小的Virtual Run Time 然后呢 如果呢 你使用像红灰树这样的一个 资料结构去表示的话呢 那这个东西的挑选 这个成本可以很低 就是红灰树呢 它是属于它 它自我会去什么 会自我去平衡的一种树状 树状结构 然后但是呢 因为在我们这个设计上讲 我总是挑出最小的 最小的Virtual Run Time 然后呢 我挑出最小Virtual Run Time呢 其实它就可以反映到什么 反映到这个 这个 这个Fairness 因为考虑到这个处理器的时间 所以你只要你的那个 Wave Function有 有好的设计 其实这件事呢 就可以去弥补 前面 前面讲那个O1的那个问题 所以 其实这件事概念是单纯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那个 英狗 英狗在2007年说呢 它用62小时 就是 其实 就是它把这样的概念把它落实 好 然后此外呢 这个CMS里面还提供一个机制 就是提出了这个机制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的 Process Group 还记得吧 我们再讲那个什么 这个 TGID PGID 判断旗 我们帮你复习 TGID PGID 对吧 就是这个 所以你看到 在我们这个一个行程里面呢 它可以有落干的执行序 对吧 好 那再来是呢 这个 行程呢 它可以组成这个 一个Group 所以比方说它会有这个 它就是对应到底层会有对应到很多个不同的行程 所以我希望排层的时候呢 是以整个群组为单位 当然一次还是只能调一个任务 但是呢 我就有以这个整个群组为单位 去做挑选 那甚至呢 还可以搭配一些这个 前面讲的那种 No Bands 这种策略 就是我可不可以有效的分配 反正我最后呢 计算出来的这个 Virtual Long Time 是依据这个权重 这个权重呢 又依据这个 依据什么呢 Processor 不要看错 不是Process 是Processor 所以它就可以有一个更合理的这个时间 就是 优先权 跟CPU的时间 有一个更合理的关系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呢 在 Kernel的这个 Schedule Class 就是TestSquark里面呢 它对应的这个部分呢 也做了 也做这个修改 然后 英狗呢 毕竟 它自己设计 设计 Big O1 Schedule 所以CFA在设计的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 程式码 其实都是重用的 好 那此外呢 这个部分的概念 就这句话 就是说当一个任务建立的时候 它会先分配一个 一个 最小的一个Virtual Line的值 那这个概念是来自谁呢 就是来自 CK 对 CK的想法 就是 我一开始会指派一个值 比方说六个 六个Mistake的时间 好 然后 所以你看 CFS呢 其实 它有 一部分的想法是延续Big O1的 然后呢 也有这个CK的这个 SD 或者是RDSL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一开始先有一个 有一个配额 然后呢 所以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任务建立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 如果它算出来 这个Virtual Line是低的 表示什么 表示它很快就可以调出来 那当然如果说呢 这个任务呢 在执行的时候呢 因为 因为一些Io啦 或是一些事件拖到 然后反正我最后呢 依据这个 Virtual Function 然后会去调整它的这个Virtual Line 在排程器里面内部的概念呢 反而Time Size是最终的结果 所以注意到这个议题啊 就是过去呢 O1的Schedule的想法是 我有什么优先权 然后对应到Time Size 就是有一个 还记得前面的一个数学试 对不对 还记得前面的一个图形关系 这是那个Big O1的想法 所以要画很多 Hulistic跟那个 必要的那些修正 但是呢 在这个CMS来讲的话呢 它的关键概念就是Virtual Line 好 然后呢 这个Virtual 为了要去降低这个 Context的这个切换成本 它把这个 它概念上就想说 我有很多不同的那个 很多就是不同的这个颗粒 好 那它 就是 因为以前呢 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计算关系 那现在变成说呢 我就把系统切割成 若干很细很细的这个 很细的颗粒 好 那 这样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在一个 就是它会讲说一个东西叫做 Idea Idea Fair Scheduling 所以就是说呢 在 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要举到一个 就是 这也是在CFS里面的文件 跟你跟你讲的事情 就是说呢 一个 一个理想中的 处理器 当然就是一个 一个创造出来的 一个理想 想象的一个处理器 好 所以你看在这个图2.7 图2.7来讲话做什么事呢 就是我把那个处理器分这个 把那个时间分个成很多个小的单元 然后呢 如果我照这个设定 比方说你看到 Arival Time都是0 然后它的Post Time是8 4 16 4 好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那我这个时间呢 就切割成落干一个不小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系统呢 切割成很多很多很多很微小的时间 那有趣的地方是说 这样的Post 为什么它是公平的呢 你看到 在讲是 你看到 今天是 假设它Arival Time都是0 那Bost Time是8 4 16 4 那有些任务需要执行比较长的时间 比方说P3 对 P3需要执行那么长的时间 然后那个P1呢 是Bost Time是18 然后呢 这个 想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把这个系统呢 切割成很多很小的单元 很多很小的单元的时候呢 那好处在什么呢 就是说呢 我反正我就 我执行的时候呢 就确保呢 我的任务 我切割这么小的单元的时候 都有办法去读到 就都办法去做这些运算 你想像说呢 像你中学的时候准备考试 对不对 那假设呢 你是那种 可以很专心的 就是 在一个时间内就可以 很专心的读书的人 那所以 其实有个策略是什么 就是说 这是国文 英文 数学物理化学 那你国文呢 读了一部分之后 跳去都化学 化学读了一部分 在做数学 反正就是你让 你让这个你的时间 读书了这三个小时内 然后呢 你让你自己 疲于读书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其实每一个科目都会兼顾到 而且呢 最终怎样 最终呢 这个 它的这个 Booster time要求 也可以做得到 那但是呢 这样的概念呢 它 好像是合理 对不对 但是你很快就发现问题了 要切换不同 科目它是有成本的 对不对 而且这个成本 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会 很高 在若干一个处理器上 要去切换任务 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因为它就是 你有多少CPU 切换 切换在不同的CPU上 你要去做任务的分配 其实 往往什么 往往它就是 有多少 多少 行程 那你就要去 去要去做分配 所以 这个东西是一个线性时间 所以 在这个 所以你可以说呢 在真实世界的排程演说法 它不可能 它是绝对的公平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 这个是什么 这是硬体的限制 所以 在这个CFS的想法是 它还是去定一个 细致的颗粒 但那个颗粒呢 就不是切成 非常小的 它必须有一个 最低的 所以注意到 它会有个最低的 Virtual Mountain的颗粒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是 用这个最低的 这个时间 当个什么 当个倍数 所以可能是 一倍的颗粒 两倍的颗粒 三倍的颗粒 以此类推 好 那总之呢 在我们这个过程中呢 CFS的重点就是什么 要去计算Virtual Mountain 而且呢 总是 透过 这个Virtual Mountain 去计算出呢 最小的 去 就是 做完这个Virtual Mountain的计算 然后从中呢 跳出最小的值 好 好 那这件事呢 在实作来讲的话呢 就透过什么 CFS 好 来实作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到 两两四栋 休息到 两两四栋 好 继续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呢 在这个 CFS 在分类上呢 其实它 应该要被叫做 Big O Log N 好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挑选出任务 我们是以 最小的Virtual Long Time 对吧 那在红归数里面 要挑选出 最小的Virtual Long Time 这个时间复杂度呢 其实是O1 但是呢 Insert 跟Delete 其实它是什么 Big O Log N 我们这边 来看看红归数 红 黑 数 的 表现 好 你看 注意看那个 What's the case 就可以 在What's the case 的话呢 就是 都是 Log N Search Insert Delete 都是 Log N 然后 所以 在分类上 我们把这个 把它叫做 Big O Log N 不过就像前面 O1提到的 在Big O1 Schedule提到的 其实这个时间复杂的 不是那么关键 因为 加了一堆 Heuristic 加了一堆 你怎么办 就是一些 Bonus之类的 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单纯了 但是CFS 想要做的事情 是说呢 它希望建一个 很单纯的框架 不再依赖 一堆 Heuristic 也不再依赖 那种 像Bonus 这种机制 它从后的关键 就是这个 Weight Function 那只要这个Weight Function 可以反映到这个 Proportional Proportional 反映到就刚才前面讲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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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等一下 转去哪里 就是 其实我们有书签功能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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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转起来不好 不好用 好 就是这种 关键的地方是 只要 这个 CFS的Weight Function 能够去反映到 这些真实的CFS时间 那因为呢 我们在理想中 当然是希望说 把这个切割的越细越 就是那个排成的颗粒越细越好 但实际上这是有代价 变成CFS在硬体上是有成本的 而且你要再分配那么多任务 任务越多 其实这个成本是越高的 所以 在 CFS的关键想法就是 反正我就只有这个Virtual Long Time 好 然后呢 我并不是把优先权 对应到实际的Time Size 而是中间有一个什么 一个Virtual Long Time这一层 所以还想起来 我们在这个 我们这个讲座的 一开始 有提到什么事情呢 就是 整个电脑科学的问题呢 可以透过什么 In Direction 大家记得吧 就是这个 透过增加一层 In Direction 所以呢 CFS本身它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 你看到 以前 Big O1的排程器在做什么事 优先权 Time Size 它有个这样的转换 然后它花了很多心思 去提升这个Skability 但是往往忽略了一些程式的特性 那今天CFS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今天就有一层这个In Direction 这个In Direction 就是Virtual Long Time 好 这样可以理解吗 那 当然概念是这样的没错 但是就是那个背后的东西就复杂了 因为这个背后的东西呢 就是那个Wid Function 还有说我怎么去调整 我的Virtual Long Time 但是在资料结构呢 这方面就的确是真的很单纯 像说你在里面搜寻那个RB Tree 好 那你在这里搜寻RB Tree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有一段 就是这个 Fair RB Tree 所以你看到像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注解里面呢 就提到啊 就是说我今天要把这个排成的资讯 就是去enqueue到它的那个红黑树 那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其实 算你觉得这程式码量很复杂 但是它是因为加了很多考虑运输进来 其实这件事呢 它真的可以很单纯 就是说我找到每一个排成的单元 我称为叫什么 Schedule Entity 所以我只要找到我排成的单元 叫SE 那我就尝试呢 去干嘛 去enqueue 好 然后当然我中间还忽略一些额外的检查 但是它基本逻辑就是类似这个 那中间必须要做到一些 基本简单就是说 像这个一些统计资讯的更新 诸如此类这些这些部分 那当然这个随着每一版Ninx课论改版 这个东西的这些部分会变得更复杂 但是挑选出最小的Virtual Entity 这些事是单纯的 那这个也是在这个人们在 CFS获得很大很大的启发 就是说呢 不能只是在这种KPI导向 导致的嘛 导致我们只是看这些数值 那最关键的是说呢 我们要有一定的弹性 但是又不能仰赖那种 前面讲的Bonus跟Curistic 好 那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来讲话呢 CFS呢 又相当于什么 就相当于反复归真 因为Big O1的时代呢 太多很糟糕的事情 但是现在正在讲话 就正在变单纯 那换个方式说呢 只要呢 我们有办法去控制 刚才讲的这个Virtual Entity的计算 那它让整个系统的扩充 跟改写就变得单纯了 那接着呢 我们来讲的是那个 在 排程 我还记得前面讲过那个Schedule Latency 当然希望Schedule Latency 可以去降低 然后这边讲的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会去定一个时间范畴 比方说呢 在这个 预设来讲 20个Minute Second 就是说我今天去规范 就是说 我多久该有 Schedule要去介入 所以就像说 前面举例子 就是说你跟你男朋友 女朋友跟你的家人约好 就是在下午三点要碰面 可是因为对方遇到了 不可抗拒因素 然后导致呢 你可能空的也不是 所以你先去做别的事 或者说 你做别的规划 但是你总是要干嘛 要看你的手表 看你的手机有没有序息 你一直盯着也是浪费时间 所以你会去读书 但是你过来时间去看你的手表 看你的手机 因为 因为毕竟你不能总是仰赖那个 把这个什么 把那个闹钟弄得很大声 这不是应该做的事 而且 你接到这个 你重点是接电话 不是听到电话链声 对吧 应该 生命又要很多人就是 把那个电话链声弄得很大声 然后接电话接超慢 对不对 有时候在高铁上 因为我常常搭高铁 遇到这种人 就很想给他 爱的提醒 因为接电话其实太慢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如果你真的在意一个人 应该是一贯时间 去干嘛 去看 我该不要做这件事 所以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就是说 我该 这个 什么时间 去做这个 做这个 scheduling 但是换个方式说 其实这也就会导致延迟 对吧 因为就是 你要把这个 从这个queue 从这个runqueue里面 任务选出来 然后再次 这边是一个最小排程 注意到 上面是一个scheduledlatency 预设是20ms 这个值 就是我最小排 就是我在最小 在计算 我刚才讲的 which one long time 在计算那个时间 我们最小的单元 是4个ms 最后这个值 是可以变更的 这个东西在哪里 可以看得到呢 比方说 你可以用 schedctl 你可以去找 跟排程有关的资讯 这东西太多了 我们把一些 资讯顾虑掉 这台电脑上有64核 所以这种东西很多 但是呢 刚才相关的东西 还是找得到 像那个latency 好 所以你看 在这边来讲话呢 随着linux kernel的改版 这个值会变更的 那你看目前设定的值是 就是 这个单位是nail second 所以你要先去掉三个零 去掉三个零 变microsecond 再去掉三个零 变什么 变成 minisecond 所以这边来讲话 你看我这边的 这台电脑上设定是24minisecond 然后呢 它的这个 最小单位呢 变成三个minisecond 然后呢 它的这个 它有个词呢 叫做epoch 那个epoch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它去计算这个 就是计算说 我这个 我每次会有这个变化 那我去看它的这个 那个单位 那所以呢 就是nr 就是刚才前面讲 就是number 就是我有多少任务呢 是正在执行的 所以比方说呢 像我们这样画面中 可以看到说呢 这边来讲 有两个 两个行程呢 正在执行 所以它的数字会跳嘛 就看我底下任务忙不忙 好 那所以呢 这边就会这样计算 所以你看 以我刚才的数字来带入的话呢 这个 颗粒的最小单位是 3 然后一个任务 好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设计来讲话呢 这个 这个 schedule latency呢 它是被规范成24microsecond 所以呢 你就可以得到它的epoch 好 那这个 那这边呢 就会有一个idea的这个slice 就是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 CFS呢 它的 主体想法呢 是没有timeslite的概念 它全部都是建构在这个 virtual runtime 但是呢 终究呢 我们还是要去计算出这个timesdice 所以就用这种方式来做计算 就是整体的权重啦 拿出去这个 所以你看到 再一次又看到数学 那注意到呢 在linus kernel里面呢 它是不能 也不是不能 就是说 不倾向在kernel里面 使用浮点数运算 所以势必呢 你就要用到整数运算 用到定点数运算 这个在我们 稍早有提到这些议题 所以这也是linus kernel里面呢 为什么很重力数学 因为这个东西呢 你要知道它的那个 数学式跟那个实作的关联 因为你光看 然后看这个简报 你会说 哦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去看了程式 就哇就昏倒 那所以就是 往往就是因为你缺乏 一些必要的那个素养 好 那总之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cfs来讲话呢 排层线内部设计 是没有考虑到timesdice 但是终究呢 我们要去计算出 我们的 timesdice 因为有了timesdice之后呢 我才可以干嘛 才知道要什么时间点 去做这个 去做排层吧 对不对 就是还记得我们前面讲 那个schedule那一段程式嘛 对不对 就是中间会有一段 switch2 这个是用这个组合员 撰写的程式嘛 但是呢 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还是要能够算出 它这个 它的这个timesdice 那这个是一个变动的 一个timesdice 所以在这边来讲话 我们要去依据这个 目前 这个系统负载 还有任务的状态 去做必要的计算 然后呢 不同的优先权呢 就会有不同的权重 所以这个是在那个CFS 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然后 在里面会有个表格 这个表格就是这个 PIO to wait PIO to wait 这样的表格 这个表格呢 你去找的话呢 它会在哪里呢 就会在 在那个core的部分 core 好 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格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表格 用的地方很多 那所以这边就是 nice值 对应到 它的那个权重 然后注意到呢 后面还会有一些变化 就是后面还有像这么 W W Multiply 这个变化 这边呢 就是对应到这个 nice值 跟它的对应的数值变化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交叉 交叉去阅读 好 那 再来呢 再来就是 所以看到 这 这道图呢 久违的图就出现了 好 我们来对照 BigO1 的排成器 它的图是长什么样 就是来记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差异很大 对不对 你看 这个 好人 对吧 好人 活不久 那坏人 坏人就是霸占 很多资源 但是呢 CFS之后呢 他就这个 每一个 任务的权重 就是他的那个nice 跟它对应的权重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样就有很大的差别 怎么样 所以这边呢 是 优先权高的 这个是优先权 很低的 但是他的权重呢 就是一个 一个这样一个 很漂亮的 一个线性关系 这就是这种关键 那这件事呢 就不需要 依赖前面讲的 那个bonus 还有一些 一些 很特别的 heuristic在里面 好 但是呢 讲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讲到刚才为止的话 其实还很多东西呢 看起来很单纯 那接着 接着要看这个程式码的部分 看程式码部分 这个部分就 就的确挺复杂的 好 那这边呢 有几个 关键概念要先认知 好 就是 我们会有这个 schedule entity 所以在这个 这条结果会有这个 entity 然后呢 这边来讲的话 都会用到这个红黑数 去表示他的节点 然后会去计算 他的这个 watch run time 然后你要去计计 他的这个parent 然后 shedule entity 你永远会有对你的 run queue 好 然后这个 shedule的run queue里面 又包含什么东西呢 就包含说 刚才权重啦 还有多数 目前多少 都是执行 然后再次说 我们 我们的那个 在这个 我们最终要计算出这个 time size 然后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 会有这种 频繁的计算 然后 所以你看 像这边来讲的话 有一个 最低的 watch run time 这次 那这个东西 可以透过刚刚讲的 那个sysfire system 去做 sysctl 要不要说 刚才讲错东西 是讲这个 sysctl sysctl 就可以去指定 指定这些 系统的这种参数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呢 你看到 很尴尬的地方是 teststruck 对不对 描述任务是这个teststruck 然后 但是呢 你看 teststruck跟这个东西的关键在哪里 然后 teststruck呢 它会去描述 比方是它的parent 所以它parent呢 是另外一个什么 这个parent是另外一个 schedule entity 然后 然后这边呢 每个节点 就是 这边呢 会有cf的run queue 就会记录在这里 好 所以你从这个 当幕就会指定 你就可以了解这个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事实上呢 sysctl的排程来讲话 它其实不是直接面对这些teststruck 就是说呢 这个teststruck终究呢 还是可以找到它的对应 但是它不是这样 注意到这个 它不是直接这样的一个 就是schedule entity这样的对应关系 为什么它这样做呢 因为 显然那个teststruck它的结构太大了 这个对cash是非常不友善的事情 然后对效能充其是很大 但是呢 因为往往我们需要去面对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优先权啊 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权重 所以呢 在Linus Kernel呢 提出这样的一个schedule entity 当作一个单位 所以 这个schedule entity 最后呢 它一定可以对应到 就是你要去查一定可以查到它的那个teststruck 但是呢 我们就不要用整个teststruck去排 而是用其中一个什么 其中一部分的这个 schedule entity 所以 在teststruck里面呢 有一个部分就是这个schedule entity 我们来看看 schedule entity 它是里面的结构 在哪里呢 在 include Linux schedule 还记得那个超级大的那个teststruck 对不对 teststruck 对不对 超级大的teststruck teststruck 这里 好 那我们去找这个schedule entity 所以你看 schedule entity 那它对应的这个栏位呢 叫做se se呢 是整个teststruck的一部分 它的存在呢 就是让这个排层 更加的便利 那因为呢 这个排层的时候呢 往往我们需要找到这个schedule entity 之间的 呃 关联好 那比方说像这个run queue 好 那所以 我们是在这上面去排层 好 那所以它的资讯量 就少很多了 好 那我们顺着直接找那个schedule entity 了 include Linux schedule entity 那schedule entity呢 也是定义在那个刚才那个 同一个 同一个header file里面 然后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呢 是有精心去调整过的 让它的这个结构呢 尽可能单纯 所以看到 呃 如果我们先忽略那个smp 涉及到这个负载平衡的部分 那我们只看 呃 只看 前半段 所以可以看到说呢 这边是有精心去挑选的 就是说 一样可以满足那个 像刚才讲的 which long time 然后 包含说像那个 会有这个 呃 group 就是像那个process group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描述 所以 但是呢 尽可能让它能够排进去 呃 排进去像那个 呃 level 1的那个catch line的大小 这个 这个是有精心去计算的 让它 让它的空间 尽可能是吗 让它变小 啊 那底下还有这个 像这个 涉及到像那个group 啊 group scheduling 才会有这些 这些机制 啊 啊 然后smp 又会再加额外的 额外的这些 好 然后这些东西的存在呢 都是让这个 排成有这个依据 好 然后还有不然说 像这个 刚才提到 呃 其他这个 其实这个 这几个栏位 像这个 呃 myq cfsq 其实这些资讯都是 包含说 让那个cgroup 好 就是我不是只是排一个 排一个任务 好 所以 这 再次你也可以看到 linst kernel的一个巧思 就是 如果我要对整个 test truck做 呃 做排成 好 那其实 因为test truck 它的空间很大 好 那 其实它对效率的 效率的冲击 影响很大 那但是呢 因为在linst kernel里面 又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macro啦 然后比方说这个containeroff containeroff 咦 到底 off containeroff 对不对 如果需要的话呢 又可以从这个schedule entity 去回推它所在的这个test truck 好 你可以去得到的栏位 好 好 然后呢 但是呢 因为呢 我们前面讲了 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这个cgroup 或者这种process group的这个需求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schedule entity 做一个描述单位 好 那这个地方呢 详细的地方 我们会在这个 我们这个讲座的下一个部分 来跟大家详细探讨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来总结 CFS的这个tron 这个它的突破地方在哪里 就是它不会去真的去配置这个tonsize 那它也没有那个一定的公式 那它会是依赖用这个tonsize 然后那最终呢 它会去计算所有这个总共的时间 所以它会有一个颗粒 就是我排成的什么 排成的颗粒 那我就计算我需要多少个颗粒 才能够 就是一个任务呢 要花多少个颗粒 花多少个时间颗粒呢 去做这个整体执行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会是动态去调整的 再次呢 当个任务呢 被指派到这个CPU的时候呢 这个值 会去做这个变动 所以这也是 前面讲那个proportional 对不对 就还记得前面讲 讲那个 我们提那个 提到这个proportional shirt scheduling 这个东西的关键 因为呢 我们事实上呢 会依据不同CPU的时间 当然以理想来讲的话呢 我们把它切割成越小 就是 你可以想象中 我把那个时间进去切割成最小 那可以做到整体的公平 但这个在实物上是有困难的 所以往往呢 我们要去设计一个 有效的一个机制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呢 在CFS来讲的话呢 就很依赖这个刚刚讲的weight 好 所以呢 你看哦 这个东西就是需要涉及到一定的计算 所以这东西涉及到什么计算呢 有乘法 有指数运算 有那个 有那个 有那个沉密 还有这个除法 这些运算都是涵盖进去的 然后再来是呢 在 CFS来讲的内部呢 是透过CFS 然后挑出呢 最小的Virtual Runtime 然后这个东西 挑出最小Virtual Runtime的这个操作呢 这个时间复杂度是 Big O1 常数时间复杂度 好 但是你新增任务呢 它的这个最差的情况下呢 是Big O Log N 好 然后呢 在CFS来讲的话呢 它还有个东西呢 叫做Schedule Bodies 就是这个 就是这些 这些什么 这些 这些helper 这些helper就是Nest Lest 跟Schedule 那这些地方你需要对照 那个原始程式码的 以了解更详细的资讯 好 那所以呢 这个 这个 后来那个CK 就是 它又提出一个想法 就是想法叫做 叫做 Progress Schedule 那 这个是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是说呢 既然那个Engle 把我的想法呢 拿去发扬光大 然后也变成kernel一部分 那这个CK呢 后来就搞一个东西 叫做这个 Progress Schedule 然后这个Progress Schedule呢 其实它是可以去做这个 动态去变更排成器 那这个概念听起来不错 而且呢 注意到 这东西呢 最近呢 又被 又被发扬光大 就是阿里云 阿里云把这个CK的当年的作品 发扬光大 来看看它写什么 它有中文版 我们看一下 中文版 可爱的中文在哪 中文 中文 中文去哪里 奇怪 进入中文的 算了 我们不要偷懒 不要看中文 那 就是 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其实写的 好像是阿里发明的 但是其实 有不能概念 其实CK的作品 好 这个Progress Schedule呢 它是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呢 它可以 在阿里的这个 扩充的版本呢 是可以的嘛 它可以去动态去变更 那个排程期 而且 你不需要重新开机 所以它事实上是把那个 Live Patch 就是Linux 4.0以后呢 加一个机制叫做Live Patch 就是 我可以动 Live Patch 就是Linux Kernel在4.0以后呢 可以允许你在不开机的状况下呢 去变更 某些Simple 某些韩式 某些 资料内部的值 然后 阿里呢 阿里巴巴集团的开发者呢 把这个Live Update Live Patch 把它整合进来之后呢 就特别专注在 Kernel的Scheduling 好 那这样什么好处呢 就是当你发现呢 在现有的这个Scheduling 没办法满足这个 排程的需求的时候呢 或者满足这种 比方说当初预设流量 当初预设的这些表现呢 跟最终的需求不同的时候呢 那你又不需要重开机 因为重开机的话 对这个系统冲击太大了 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整合了这个Live Patch的机制 叫Proc Schedule 但最主要这个 最初的概念是来自CK 但是很不信心的方式呢 虽然Live Patch 对于CK以前的创作 RDSL或是SD 有很好的那个想法 但是他认为说 这个东西呢 是就讲得很明白 说这个东西是garbage 就是说 其实 对于这种 多数的使用者来讲 其实用不到 注意到这个东西 在实物上 其实是用得到的 不管是刚才提到 阿里巴巴 或是Google 其实他们都有公开 说他们的Schedule 是可以动态变更行为的 只是说呢 只能说CK呢 做这件事呢 太早了 好 所以很不信心的方式说呢 其实Kernel呢 虽然有很多创新 但是其实这些创新 很多时候呢 其实不是这么 线性累积的 往往有些东西是 走走停停 走走停停 可能过一段时间 又把之前东西翻掉 所以比方像刚才讲的 阿里巴巴 他们这个 阿里云 把这个CK的撑果 重新做 但是我觉得 我不开心的方式这样 其实也没有 特别讲到CK啊 其实要跟他致敬了 对不对 你看那个可爱的CK 不知道跑去哪里 对不对 这概念上是来自CK的 好 那 所以讲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你可以了解说呢 其实 CK呢 其实还是一直尝试呢 去做这个 Python器的调整 好 然后呢 CK呢 在2007年的时候呢 因为他自己的那个SD或是RSDL排程器被CFS彻底翻 翻翻翻翻越过了 然后他在2009年的时候呢 曾经离开林斯科努开发的CK 就回来了 那回来之后呢 发展一个东西叫BFS 那BFS的全名就是这个BF 不好意思 我不能念出来 念出来 怕被那个 怕被YouTube下架 好 那所以呢 这个BFS呢 他就这个字 那这个 这个字呢 其实他的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反正他就是说呢 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呢 一个Python器 他可以去满足各式各样的需求 但是又可以做得很单纯 因为呢 CFS呢 虽然一开始想法是单纯的 一个很简洁的设计 但是 考虑到很多因素之后呢 又变得很复杂了 还记得刚才那个 列出来给大家看的内容吧 还记得刚才列出来 那个跟 排程器有关的内容 所以其实呢 这个跟排程器 我们把一些东西过滤掉好了 把domain去掉 好 那你看哦 这个跟排程器有关的内容呢 这可以调的那个 选项呢 其实蛮多的 我们刚才讲的东西在哪里呢 我们刚才讲的是 像这个 Schedule Latency 对吧 还有这个 排程的颗粒单大小 但是事实上呢 你可以调东西很多 比方说针对RT的 针对Long Robin的 Tensize的刻度 然后还有方说像这种 所以就说事实上呢 在这个CFS来讲话呢 随着这个时间的变更呢 其实CFS又变复杂了 好 所以其实整个电脑科学的发展 其实 就是这么有趣啊 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啊 它就是会有种 手手提提 然后又会有种 人们又重新反思 然后再重新提出来 那这个BFS呢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设计 照CK说 它一个很简单设计 它把很多CFS的复杂东西丢掉 然后呢 这个CK呢 它是这样的评价 就是 这边呢 就是包含说LWN Linus Weekly News 跟那个Wikipedia上的描述 它说呢 它就是一个 你看哦 退回来了 变成说它是一个 Single Wrong Queue 有趣啊 对不对 你看 又反扑归正啊 然后呢 它不是叫Virtual Wrong Time 它叫Virtual Daylight 就是说呢 它的想法就是 因为Virtual Wrong Time呢 涉及到刚才讲的那种 会有不同的权重 会有这种计算 那CK觉得这种东西太麻烦了 它在意地方是什么呢 它在意地方是像Desktop应用 它会在意这种 Responsiveness 就是说 我今天有个 比方说点滑鼠点两下 那应该把一个任务 叫起来执行 那这件事情应该 赶快会回应 然后 然后所以呢 CK的想法呢 是围到这个Desktop 它其实从头到尾都不管 这些Server Server在做什么事 然后呢 在那个O1Schedule的时候呢 把Round Queue拆成PerCPU PerCPURound Queue 但是有趣的是 BFS呢 就是一个反扑会车 把它变成一个最简单的形式 一个单一的Round Queue 然后呢 它也会有这个PerCPU 就是PerCPU的这个Round Queue 但是呢 它觉得这个东西太复杂了 它想要用个很简单的一个思维 所以它曾经有想过Multible Run Queue 但是把这个东西丢掉 然后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这边就忽略一些它的想法 详细的话 请你花点时间去看它的设计 好 那你会好奇说 那在CK搞一个BFS来讲的话 有没有这个效益在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探讨的部分 但是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07年 因为07年呢 这一年非常重要 对不对 07年什么事发生呢 07年就是CK推出它的作品 SD或是RSDL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一年呢 O1 schedule还存在 那一年呢 CFS也提出来 所以非常精彩一年 所以Benchmark就在这一年 好 注意看红色线 红色线是什么呢 红色线就是Big O1的schedule 对吧 因为它是2.621嘛 那CFS是2.6.23才被加进来的 好 好 所以你看到 这个红色线呢 是O1的schedule 好 CK的作品呢 在这里 CK的RSDL 哦 其实不错哦 就是每一个循环里面 它时间是最短的 那有趣的地方是 CFS 就是INGO INGO的大作 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它的表现呢 其实不错 但是就是比O1的来讲话呢 它的那个在两个 两个行程透过Pipe 去传递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做这个Benchmark 还记得我们在稍早的时候 做Benchmark怎么做呢 对吧 就是用这个 Perf的什么呢 PerfBench PerfBench Schedule Schedule Pipe 对不对 我们最早是用这个 所以刚才那张图呢 它不是用Perf 但是这个概念上是相似的 好 所以可以看到说呢 这也是CK 这真的当时很受人欢迎 因为毕竟测量时间还是短的 但是CFS跟那个CK的这个SD呢 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 那接着呢 如果说呢 我们今天是 另外一个情境 就是说呢 这情形是丹和 丹和的时候就落差又更大了 丹和的时候呢 这个O1Schedule在这里 然后这个CK 跟CFS其实都很接近 对吧 但是就是O1 所以看到 你不能说呢 这个CFS是BigO LogN 然后你就觉得它比较差 没有 它其实时间短了 对吧 好 那这边呢 就是另外一个图 就说呢 它说明师呢 就是它用一个工具 叫做Latency Contest 好 那这个东西是LMBench的一部分 好 就你可以在这个Google 你可以在Intel的这个WebSite Intel的GitHub的这个Repository 找到这个 LMBench 那这个东西呢 是 一个用来测量 测量Carnet Switch的Latency 那它的想法就是说呢 它Process呢 透过这个Pipe Pipe去 交换资料 那彼此传递资料 然后送过去送回来 好 好 那这时候有趣的 红色线依旧是O1Schedule 好 然后呢 这个 绿色的 绿色线呢 是这个 CK的 就CK的那个 SD 然后呢 蓝色线呢 是CFB 好 其实这两个线就很近了 所以你看 这个 横走呢 是 形成的数量 从少变多 所以这个 耗费的时间变多 好 所以你看哦 呃 整体来讲话 O1Schedule还是花时间多的 好 但是呃 CFS跟那个 跟SD呢 其实非常接近 好 那当然 英狗呢 也是因为像这种图 就说 哎 我 我持作出来的这个 我 我拿那个 CK的想法 然后重新持作的东西呢 其实效能是非常接近的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整合到2.6.23里面去 好 那这张图呢 在做什么事情呢 这张图呢 就是说 呃 就是 在 在 在这个场景的话 就是丹和 丹和的表现 那丹和的表现来讲的话呢 这个 呃 2.6.23 就CFS 那反而CFS呢 在丹和表现呢 反而是 反而是差 在这个情形下 所以其实 当然这个 距离还是 还是很接近的 你看 就是在这个 多和跟丹和 其实这方面有差别 丹和其实来讲的话 大家落差 不是那么显著 好 然后呢 如果说呢 我们今天是用这个Hackbench Hackbench在做什么事啊 就是说 它其实还是会有 刚才讲的那个TocoPipe啦 去做那个资料的传递 但是呢 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呢 它会去建立大量的 大量的行程 好 你可以用那个 这台电脑上 没有装Hackbench 真的还没装 就是 我们可以看那个Hackbench 那个 Hackbench的 Mainpage 在Hackbench的Mainpage 来讲的话呢 其实它没有 正式的Mainpage 不过还是可以看 就是这个工具呢 在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工具呢 就是 去大量的Folk 就建立大量的Process 就是 我们去建立大量的 你可以选择建立大量的执行序 或者建立大量的行程 然后呢 就看你的需求 然后呢 就是开始建立 让这些执行序 或者行程之间呢 做通讯 那你可以发现有趣的地方是 其实呢 这张图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呢 在执行序的 行程的数量不多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曲线很接近 然后呢 O1的Schedule呢 随着 行程数量增长 就越大越大 但是CK的这个 实作呢 还是很好的 然后这张图呢 就是在单 在单核 那O1的Schedule 还是 还是怎样 还是 最花时间 但是在 行程数量少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不显著 好 然后呢 英狗呢 就回应这些实验 不是 讲说 英狗呢 在 2009年 回应BFS 还记得BFS啊 就是那个 CK的大作 就是 CK呢 退隐江湖一阵子之后呢 重新推出 超级简单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个英狗呢 就 就 回复了 他说呢 他讲这句话 其实这句话 后来 CK又拿出来 再编一次 就是 就是你知道 有时候他们会讲一些 浪漫的话 有些玩笑话 就是说 他就证明说呢 这个 研究 Schedule呢 其实很有趣 在这个世界上 非常有趣的 吸引人的事情 然后 但是说呢 BFS呢 他很多东西 反处归真 然后他把很多 坑能在这边 丢掉 那其实是 其实不好 应该是说呢 能不能把一些 BFS一些策略 把它在这个CFS之上 去扩展 就像刚才提到 CFS其实 他已经是一个框架 他一开始是一个 像 CK致敬的一个实作 但是后来 他就变成一个 一个框架在那边 然后这边是一个 Benchmark 那这个Benchmark呢 就是 就是越低就越好 然后你看到 CFS跟那个BFS呢 其实在 任务多的时候呢 其实是很接近的 然后你看BFS呢 其实 在任务少的时候 还吃亏 那这个测量是 是这样的 变异核心 就是建立很多 个不同的行程 然后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你会看到另外一个 就是说呢 呃 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呃 就是Kernel的Pype Legency 就像那个 就像前面那种 建立两个行程 然后通过用Pype去通讯 那这边可以看到说 BFS呢 那个占用 使用时间就很大 那这边来做的事情呢 是又再次说明 BFS的相对是 成本是比较大的 然后 这个情境很有趣 就是说呢 这个情境是 越高越好的 这边是什么呢 这没 每秒能够传输的资料量 那所以发现说呢 使用那个 BFS呢 其实来讲 足复反而是降低的 所以这 总结了这些实验结果呢 那他就说 这个英狗就说呢 没有理由说 BFS会比较好 然后他说呢 反正那个CFS呢 可以升任这种 不同的workload 而且这些workload也是 畏黑 或者是说 主流的 坑统开发者在意的事情 那当然呢 他这个CK的说呢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BFS呢 比较适合这个Desk他们 但是在表现上来讲 没有他的这样的好 然后你看到 英狗是在 2009年9月6号 写这句话 然后呢这个CK呢 很快隔天呢 就回应了 可能就是一下班 就赶快回应了 然后他 就中间有一些埋怨的话 我们就不讲了 那所以其实 就是CK讲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他说你真的知道 Desk他不在干嘛 说你做了很多实验 这些实验呢 的确呢 是在 的确是发生 也许呢 人们造的东西是可以重做的 但是这些反应呢 不全然可以表示 Desk他使用 因为Desk他使用呢 是希望很多那种 低的延迟 Desk他来讲话呢 也许公平呢 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是说 我不只能够低的延迟 我在特定的任务呢 表示这样游戏 我能不能占用更多的 CPU的时间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不是一个 很理性的事情 它可能需要一个 额外一个方式去 重新评估 好 那所以CK回了这句话呢 之后又继续退赢了 退赢江户了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注意到英国 英国的这个 每一项 都说BFS差 但是呢 后来呢 有人回复 你看到 这个 CK的9月回完之后呢 又消失一阵子 好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呢 在2009年同一年 12月11号的时候呢 重新有人去做这个分析 那这个分析呢 有趣的地方是呢 你注意看这个部分 就是 红色线呢 是CFS 然后呢 绿色线呢 是 是BFS 对 注意到 这个BFS 好 所以其实 在这个状况下呢 其实CK的作品呢 是比较低的 它是用Netbook 你可能还记得Netbook Netbook就是 小电脑 就是那种 用比较低阶的 那个 Intel的处理器 当然不见得用 Intel来 也可能用MD的 不过那时候主流的 那个Netbook 就是那个 Intel的处理器 好 然后呢 这台是呢 你看到 有趣哦 这个 这张图是什么呢 你看 上一张呢 是 上一张是 BFS比较低 然后呢 延迟比较低 然后这张图呢 是CFS的延迟比较低 然后反而是BFS比较高 然后 那这张图呢 另外的情境 这个情境就是说呢 你看 有高有低 对吧 然后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表现很有趣 就是说呢 如果只是以项目来讲的话呢 CFS呢 在turn around time 就是我的排入呢 到实际执行呢 这个什么 这个turn around time 是低的 但是BFS呢 在降低延迟呢 是有比较好的表现 不过 也没有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像这张图 就是说 它会有这个差异在 但是呢 这个落差并不是 总是 总是 非常大的 那 也有可能像这种图 所以这个其实呢 这还是取决在情境 所以呢 这是有输有赢 所以你看到 有趣的地方是呢 英狗在2009年的9月的实验 跟另外这三位 在2009年12月做的实验呢 其实在这行为 有好有坏 所以其实很难讲说 哪个东西做就最适合的 所以这个 也是长期来讲呢 在令和新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也算茶余饭后的 一些 大家讨论的议题 因为毕竟 毕竟你看到 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你看英狗 还有在雷黑 或是IBM这些工作的开发者 他们公司的资源 然后呢 CK呢 相当是一个人 一个业余的 去跟这种对抗 但是呢 CK的一些想法呢 其实还是 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一些 获得多 获得一些启发 甚至还有重庆在延展 那稍后呢 我们会提到呢 CK呢 其实还有继续 继续投入 所以讲到目前为止呢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今天去比较这些效能 去Benchmask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你要了解 你到底是用什么场景 而且排成器的东西呢 很多时候呢 它反映的事情 是一个很主观的议题 你看电脑 我们希望它是客观的 我们之所以提出演算法 就是希望说呢 很多事情 可以用很明确的东西来解决 不是演书演算法 脸书演算法 把你把它翻成 脸书的巫术 都是一样的意思 我们真正在 Compute Science 讲演算法 是希望一个很明确的方法 很明确的流程 去解决问题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 不管是CFS也好 或是BFS也好 或是CK之前作品也好 它们都有对应的这个演算法 但是这个演算法 怎么去解读 它适用场景又是如何 你就不能只是做一些Benchmarking 而已 所以你要搞清楚 它的这个场景 所以甚至呢 在后来来讲话呢 其实还是有人陆续在投入这些 排成器的这个改进 像我自己也在做 相关的这个开放 我从前年开始写这个 你看了很多次这么书 那过程中呢 我也尝试去把这个CK的作品 做一些调整 然后甚至是 甚至是去改进这些排成器 但是这个不管怎样呢 就是你要搞清楚 它的那个适用范围 那像我近期的研究的方向 就是说呢 我就是针对这种Desktop 或是这种Embedded装置 那它的CPU的数量少 就是它还是多核 因为多核是现在一个基本款 但是呢 你如何针对这种Desktop 或是真的特定的情境去调整 甚至你有没有办法去牺牲一部分的这个Fairness 那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探求部分 那接下来的部分呢 就是要迈入第三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先做休息 然后呢 请你继续关注下一个部分 好 谢谢大家